用非侵入性的侦测设备 对高风险的货柜实施仪器检验 所以海关就开始着手规划 那我们规划在基隆港 台北港 台中港 高雄港 一共10个点做仪检站 那从99年开始事办 100年1月1号正式实施 用X关货柜检查以来取代人工检验 那接着第二部分 我们报告建置可疑货柜的拆柜检查区 以精进一件的流程 货柜检查仪是透过X关来穿透不同的密度货物 产生深浅黑白的区隔 在参着业者申报的资料来判读 那我们对初步判读有可疑的货柜 我们在102年就设置可疑货柜拆柜检查区 来利用检查区配置了板台式的检查仪 手持式的毒瓶侦测器 辐射的针检仪等完整的设备工具进一步检视 节省许多时间跟费用 强化了通关辩解兼顾了有效的查契 接着第三个我们是培训官员影像判读的能力 因为货柜检查区的成效主要是靠判读 所以我们持续在举办影像判读的教育训练 我们不定期召开跨官的交流研讨会 另外我们也提升官员的疑检 作业的专业能力 发掘疑检的达人 担任总指教官 事实办理官区的实务训练 来扩散培训的成效 接着第二大部分报告执行的状况与成效 我们第一个成效就是减少通关的成本时间 获得了商民的肯定 我们从100年到105年 用X光移检的货柜数有547,435支 103年到105年 可疑的货柜检查区检查了 14,061支货柜 节省了新台币8000元 梅制货柜8000元的开柜跟搬运的费用 那以整个通关的时间6小时来估算 降低了业者的成本有43.7亿元 减少通关的时间328万小时 那这些都捕获商民的好评 第二个我们导入先进的查验科技 气势的绩效量力 从99年开始事半 货柜移检开始 我们查获重大的契案一共有52案 失货的价值一共有21亿元 主要是毒品 未遂失烟跟大陆农产品香菇为主 这些资料请参看第四页这个表 有毒品5件 失烟16件 香菇12件 农产品13件 其他货物6件 那一共52件 21亿多 那其中 有海关自己独立汽货的毒品的比例 占整体毒品汽货的总量达到60%以上 那这些图 这些表就请各位委员来参阅 接着请看第六页 重大汽货的案例 我们从105年 在105年用X关预检 我们判读有代表性三个重大案例 跟各位委员做简报 第一个就是105年2月1号在高雄关 常获了在阴香内 逆场的走失安非他命 以及Ketamine毒品毛重有361公斤 105年3月30号在台中关 执行货柜仪检 在汽车蜡树子的雕塑内 藏了Ketamine263.5公斤 及绿的甲码房检1520公斤 这些图片都请各位委员参阅 第三个案例是 105年4月7号高雄关 在期货在木制的家具茶桌内 逆场的走失香菇毛重有8000公斤 这些茶货的毒品可以供4000万人次来吸食 如果没有茶货流入市面的话 不堪设想 会严重的强害国人的身心健康 造成无数家庭的破碎 那非法农产品如果走失得逞 会破坏市场的次序 让国内的孤能血本无归 严重的重击食品产业跟消费的信心影响重大 最后报告未来的展望 海关的货柜检查仪已经发挥很大的功效 不过这个仪检设备已经买了10年了 而且只有黑白影像可供判读 那跟国际间普遍使用具备高穿透力 可以用彩色影像判读的货物原子量 及辨别有机无机性质的固定式的货柜检查仪 有所落差 而且我们检查仪部署的在海港的环境恶劣 逐年老化 以至违运经费节节上升 恐不利未来业务的推展 所以我们本部正在争取编列专案的经费 出估每部检查仪要1.5亿元 要分歧来汰换现在的10部机动室 货柜检查仪来提高海关的气势能力 加长打击步伐的失销 最后结语 我们持续会推动各项官务的创新措施 强化海关的茶器效能 提供合法业者最大的辩解环境 跟国内执法单位共同来打击犯罪 解读于关口 剧读于境外 敬请支持指教 谢谢 好 我们谢谢张部长的报告 现在开始答询 那我们做以下的宣告 每位委员八分钟 可以延长两分钟 我们四点截止登记 我们现在请登记第一名的 我们的曾明中 曾委员请 主席 各位委员 麻烦请财政部张部长 部长请 曾委员早 部长好 首先对部长坚持到最后一天 今天还来财委会列席 您的建议的精神 跟过去将近四年来 对稳健财政改善财政的非常好的绩效 表达肯定跟敬佩的意思 谢谢 谢谢委员的支持 是 谢谢 那今天的报告 其实也大家看得到 海关最近几年来 有关采用现代化技术 技术还有相关成效的部分 也提高了很多的绩效 那接着我有一个问题 想跟你讨教 看下一页 今天跟部长吵叫的是 有关讨论二次坚改的事情 那二次坚改 我首先跟大家说明 政策的源起是在93年10月20号 陈前总统在主持经济顾问小组之后 宣布第二次坚改政策目标 但是这个事后了 我去讨教很多业界的人 到时候到现在 没人敢承认谁是提案人 谁是原始建议的人 好 我们看下一案 基本上政策的目标 他的政策目标是 金融机构大型化国际化 来增加台湾金融业的竞争力 基本上他的政策目的没有意义 部长赞不赞成他的政策目的 这是正确的 是 好 接着我们看下一个 真正的问题在这里 整并的目标是当时是限时限量 他是在94年底要促成三家金融机构 市占率10%以上 这个也是好的事 第二个是公股金融机构要减半 从12家要减掉减到6家 限时限量 另外95年底国内14家金控也要减半 我这里要特别提醒的是 当时这14家里面 公股的金控就有4家 另外10家是民间的 那你要减半 14家减半 也就是要减成7家 也就是民营的也要减掉一半 所以基本上 这整部目标 限时限量 部长的看法怎么样 现时限量其实是一个 如果就动机来看 这是一个很积极的做法 就是要见机履机 对没有错 但是就是因为 因为你看了国际上的 相关的整并的目标 没有人在现时限量 这个就是最大的问题之所在 我们看下一页 另外他执行的程序 都没有一大法定的程序 第一个 服愿强力介入金融管理 而且由五人小组 主导二次金改的执行 第二个 在现时限量的处理原则下 未经审慎评估 任意处理国家 重大了公股的股权 第三个 更严重 处理过程 违反法定程序 也没有公开透明 因为在行政院 五人小组在开会的时候 开完会 没有任何的记录 因为照理讲 公股管理金融机构的公股管理的主管机关是谁 是财政部 照理财政部要提案 但是财政部 从来没有提案 而且会议也没有留下任何的会议记录 我相信国库署署长在这里 部长知道 你回去调调看 你根本调不到任何二次金改留下来的会议记录 有的是什么记录 有的是参加人员回来自己做的记录 所以当时行政院在执行二次金改的时候 没有留下任何的会议记录 所以跟部长提到 这不是跟一般的会议的情况 是有点反常的情况 正式的会议 我们就第一个要有人提案 第二个会有给会议记录 但是这么重大的公股的整病的情况 没有一道法定程序 也没有留下任何的记录 部长你觉得 这不是跟一般我们行政跟他作业 有点反常 当然正式会议记录 如果没有 当然是有点不太正常 但是同仁开会回来应该都会签报 所以那个就是另外一个留下的文字记录 那是留下来的一个非正式的记录 好看下一页 我们来看这些争议的个案 部长这个部分后来会有参与 94年7月11号 财政部公告 将支持张颖的增资的得标个案 可以取得经营权 好看下一页 7月3号 7月23号开标 台新银行以总价365亿 取得22.5的股权 取得经营权 好看下一页 接着是去年 去年的12月8号 103年的12月8号改选 那财政部非常努力 那也收购了 也取得了委托书 所以书失去了经营权 那台新就告了财政部 那我们看下一页 上个月4月27号宣告 那要请教部长 您现在财政部要不要提出上诉 跟委员报告 现在判决书我们好像还没有收到 但是我们对要提上诉的费用有在准备中 准备那个资金 上诉的费用 所以今天媒体提到说财政部不准备提出上诉 这个是不正确的 对我们准备了资金 到现在还没有收到判决书 国库署长有没有收到 因为我到我这里还没看到 但是我看国库署有没有收到 跟委员报告 那个判决书已经收到了 那几天内要提出 20天之内 20天 那20天会跨越到5月20之后 到最后一天是5月24号 5月24号 OK 所以我希望因为即使离5月20 还有一段时间 今天是11号 还有9天 所以我希望他的公文 让他正常的程序再走 因为即使 因为部长你即使要离职 你也要留下你的看法 不然这个重大正义的事件 到时候虽然跨越5月20 部长您该有的意见 你还是在留在财政部的文书上面 部长这么赞成 赞成 所以我刚刚讲 我们因为这个诉讼费用要2000多万 我们要准备之际 已经报行政院了 这个文已经发出去了 OK 好 我希望部长认内 这个该争取的公股权益 还是要争取 好 看下一案 另外一个争议是 赵峰银行改选 那我们看下一页 6月23号改选 那因为当时的民股赵峰 中信金动用关系到府院去游说 所以最后改选的结果 赵峰金差一点失去了经营权 最后是民股跟独立董事请辞 才勉强过半 所以当时赵峰金差一点 这么大的赵峰金控差一点失去股权 是当时的吴龙毅 还有一个民股请辞 造成7比6 才勉强维持了赵峰金的建营权 看下一个有争议的个案 中华开发的金控改选 一样 也是民股到府院去运作 所以本来董事长是财务部派的 我们来看下一页 第13页 到时候6月25号改选 一样 公股失去了经营权 整个中华开发 本来公股是派董事长 那因为民股 透过尤其是当时的总统府的印作 让中华开发的公股的金融权 失去了经营权 好 看下一页 最后 其实对二次金改 我做了一个很公允 而且一个很专业的一个检讨 总共有四点 第一点是当时府院过度介入金融监理 及公股股权管理 败坏金融监理纪律 伤害政府的微信 第二点 限时限量违反市场秩序 衍生 我说衍生竞商行贿的重大弊案 这些弊案到现在 检调还有法院还在侦办 第三个重创金融改革的形象 阻碍金融进一步整病 另外 公股失业丧失经营权 无法维护公股应有的权益 好 最后 我有一些专业跟良心的建议 第一点是 府院不宜过度介入公股管理 应该让公股管理回归专业 确保公股权利 第二个 在符合法令并尊重市场的机制之下 积极推动金融整病 第三个 相关有争议的个案 必须在兼顾公股的权利之下 协助产业发展 依法投储 最后一点是 二次经改收费的相关的黑钱 你必须尽快尽速追缴国库 部长我这样的建议跟检讨 你有没有就你的专业 有没有评论 这四点建议除了第四点是属于司法的问题外 一二三点我认为都非常的正确跟公愿 是 前面的检讨呢 检讨也很正确 现在有经管会了 应该也会本着你那个精神 就很独立的在建立 是 好 谢谢部长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吴炳热委员质询 吴委员请 主席麻烦请财政部长部长 部长请 委员早 部长早 今天早上的那个报纸就有报道说 高雄关被十个蒜农告 说因为有八十几顿的这个仪式 他们检举仪式是中国的蒜头 然后混冲假装是东南亚其他国家的蒜头 想要进口到台湾 那我看到高雄关的回答只是讲说 没有这个我们会等到农委会的专业的鉴定结果啦 而且何况货主没有来提领 所以关于这一方面喔 这农产品到底从哪个地方来 海关是没有办法决定吗 海关没有办法也没有能力可以查验吗 当然需要全者机关啦 像农产品农委会是非常非常专业 所以我们过去在检验的时候 有一些检验它的基因它的成分等等 就原产地的认定 对啊那原产地 现在看到的都是已经收成的蒜头啊 那你原产地的认定要从哪里认定 是不是我请署长的进一步答案 好请署长 报告委员 那个大蒜现在是管制进口 大陆地区的产在来自大陆地区的不准进口 那厂商进来是从泰国进来 那在高雄关 那现在根据农委会农娘小组的意见就是 这个准他先押款 然后换行 但是这个货厂商还没押 还没提领 还在存在高雄关 那最基本的问题 那农娘署给鉴定了吗 鉴定说这个这个蒜头是 是泰国来的吗 还没有鉴定出来 到底产地是大陆的还是泰国的 那你押款如果进口 那如果是中国的大蒜 那押款的话倍市很高 押款要押三倍 还要押配额外的关税 所以几乎 几乎就是 我们已经 融会有这样的防治措施 那产地的认定 我想基本上 我们尊重 全职主管机关 融委会的意见 那假如融委认定 这个是大陆的 那一定是没入 稀报没入 那假如合法的 泰国进来 那在这些 这些年来 有多少像这样子 从东南亚来 但是事实上 它的产地是中国的蒜头 报告委员 因为蒜头 是淫林地区 最重要的产物啦 那几乎 假如台湾的这个 汽油不好的 那个蒜头减产的话 那几乎每年 风风扰扰 都有这个问题 主要的原因就是 蒜头因为涉及到 整个 整个就是 国内生产者的问题 所以目前是 管制进口 大陆地区的 蒜头 不准进口 那我的问题 跟你的回答是两件事嘛 我就问你说 这些年来有查到多少 从东南亚进来 但其实它是 中国的蒜头 然后被你们查获的事件 有多少件 基本上 这个数字 我想我们会做统计啦 但是 类似像香菇啊 这个 这个 还是也是都是一样的 都是不准进来 所以你没有做统计 所以你不清楚就对了 这个是数据 因为来 因为我看到媒体的报导 是讲说 其实就台湾的农民来讲 台湾农民 对于是台湾生产的蒜头 还是从中国生产的蒜头 他们有 有他们分辨的方式啦 是 他说他关于这个蒜瓣的组合 然后大小不一 那中国那边的蒜瓣 他的组合 跟台湾这种状况是不太一样的 今天媒体有一些报导啦 所以可以给你们参考 好那 请先回嘛 我们再继续请教张部长 是 谢谢 部长 你最近有没有发现 这一两年 对于 从机场 出口 攜带现金超额的这个 建数有增加 金额也有增多 有没有这样的现状况 我没有注意到 没有注意到 我跟你报导一个 我看到这个报导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 那如果这个报导是真的 是很可怕 他说 105年的2月20号 报载台中查出一位 谭姓男子 等7名台湾人 和3名印尼外劳 一年多涉嫌代办 印尼外劳结会的 章心业者分700多次 身上或行李中夹偿新台币 每次每人夹偿450万到850万 非法运送现金持续一年多 成功夹偿现金49亿1050万到印尼 这是其中一个案例 我手上 这个当然是比较大 也比较多的 那前面几次的报导 都是有夹偿几百万的 还有夹偿1000多万的 至少在 从去年的12月底到现在 就至少有五六件报载 是 那这里面喔 这个是其实一个很大的问题 第一个我想要请教你 到于目前啊 我们对于这个期待现金出关啊 出出 就身上带现金的旅客 美金是1万块嘛 对不对 正确的数字是1万块 美金1万 然后新台币是10万嘛 你觉得这个金额这样的限制合不合理 各国都有一个金额限制啦 事实上台币10万 带出去干什么呢 台币要在台湾使用啊 那如果要到国外使用 他可以汇款啊 我讲的不是只有台币 我说是1万美金嘛 如果是美金的话是1万嘛 那1万美金就30几万台币啦 那10万是台币嘛 对不对 那我是说 因为报载的这些金额 当然是超过这个标准 超过1万美金以上 那我想请问你说 你觉得这1万美金这个标准合不合理啊 这国际上的标准是怎么样 报告委员 这个是一个涉及到整个外货管制的问题 那我们根据中英安的规定 美金是1万 那你要申报 申报没问题 没有申报的话 那就没入 那新台币的话 现在因为规定没办法 这个都很多人带出去 但是你超量的话 那现在没有华可 华就是存款 你很认真啦 但是我问的问题是 你觉得这个金额限制合不合理 而不是说 现在的规定 现在的规定我知道啊 署长的报告就是 1万块是根据中央银行的规定 是好 那所以你认为 这个应该由中央银行来决定 是 其实我要问的一个问题是这样子 这里面隐含了一个很大的风险 就是国际洗钱啊 因为你刚刚 刚刚部长其实有提到了 我带那么多新台币出关干什么 我带那么多美金出关干什么 问题是我们台湾啊 你如果提领在银行提领现金啊 一次如果超过50万台币 这个银行都是要往上承报的 他的目的在哪里 他的目的是要防止不当洗钱嘛 那所以 这近年来 就这半年来发生这么多的案例喔 就会让人家担心说 是不是我们台湾的洗钱房子 上面有漏洞 不然的话 为什么有这么多的案例 发生夹带大量现金要 离开台湾的状况 因为就像你讲的 这些就是 不想你留纪录嘛 不然会无论再大笔的金钱 你又会的 你用银行之间的往来 都可以正常的出去啊 那 为什么要夹带这么多的现金 最 有可能原因就是洗钱 所以我是觉得这一方面 这个问题 不太严重啦 因为如果短期间 就出现这么大量的案例 尤其金额 甚至有案例是 40几亿啊 所以这个 这个我是觉得 这个就是加强茶器啦 是 所以就要提醒你说 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尤其是 如果说你今天 多带了比金额 规定金额多带了 一两千块 或是多带了一两万 这个台币 大家大概也不是太计较 但是你如果出现这么大量的金额 我是觉得这个 在洗钱房子上要努力 是 好 最后再请教你一个问题 你刚刚跟我提到 这个如果 台新跟你们的官司 就是那个张银的那个官司啊 你说你如果上诉要 兩千多万台币 那我记得地方法院的判决是 你们胜诉八分之七 八分之一 对我们要 八分之一 上诉再加百分之五十 是 所以你八分之一 的百分之1.5 是你上诉的金额 就要两千多万的诉讼费用 再增加百分之五十 对那如果这样的话台新金假设他要上诉他 他等于是要付你的七倍 对 他要一亿四五千万的这个诉讼费用 没有错 没有错 所以他当初在地方法院的时候 金额就是缴这么大 你这个诉讼标的非常的惊人 是 他八九千万 我们一千多万 就是 就是这次判决的 那上诉再加百分之五十 就要两千万 所以这个 这件事情是这样子的 这件事情当然 尊重主管机关的考虑 但是其实你大部分的 我看过那个判决的报告的那个报道 主要内容以我 曾经在法院的经验 他唯一去认为 法院地方法院唯一认为说 我们财政部这边 是只有在于这个 不跟他 不能够防止他 取得 这个董监事的这部分 这部分他是 认为财政部过去这个做法是不对 但是一个问题啊 我们举个例子说 兄弟登山各自努力 我公股有股份 我的公股来去取得董监事 这样算不算妨害他 这个民股去取得董监事 就妨害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对 所以我今天要跟你讲关键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他 法院真正的本意你要 对 了解 是 那这个所谓的妨害是什么意思 是只有你公股去征求委托书 然后你取得的股份比他多 你自然选出董监事 如果你是合理的自己本身的股份 你去取得董监事 我不认为有这个问题 所以他关键可能是不是在那一部分 就是妨害 对 是那怎么叫妨害的意义 这个可能要重新定义 判决书里面法官的比喻也很好 这两个人都在高山上 他如果要登山我们不能妨害他 如果他没有实力登上高山 不能说财政部妨害他 所以我就是要提醒你 到底实质上有没有败述 这个在我脑中是一个问号 我自己本身有股份 那我如果不用强迫 不要用查账 不用其他方法 我就是很自然的 跟其他的民股征求委托书 我有这样子的股份数 我去选取 我适当的董监事席次 恐怕 也没有违反原来判决的意思 那如果这样的话 上述到底有没有必要 也是提供作为你参考的标准 好不好 好谢谢你 好我们接下来请黄国昌委员 黄委员请 谢谢主席 马来有请张部长 来 部长请 委员好 部长你好 昨天晚上不好意思啊 我还是在忙 没有能够去送你 希望你不要见怪 谢谢 那大概在过去几年 你在财政部当中的努力 我个人是非常的肯定 那也对于你坚守岗位 到最后一天还继续的到本委员会来 没有像其他的首长一样 派副首长代打 自己本身来 我对你这样子敬业的精神 我也非常的肯定 谢谢 那希望部长 未来以后 不管您在什么地方高就 都希望您能够秉持着租税正义 还有世代正义的精神 是 为未来的新政府 还有台湾未来的税制改革 而努力 一定会 谢谢 我接下来要问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其实是延续着 那个 刚吴委员所问的 我想是不是可以请 那个关税署的也一起上来 我跟吴委员相同的问题 就是说 在你们今天海关 推动茶验技术现代化的报告当中 你们有提到茶器的毒品 茶器的湿烟 那茶器的香菇 但是就其他农产品的部分 看起来在报告里的数量 相对来讲是少的 那我不晓得说 刚刚你们所承诺吴委员的 针对过去这几年 有关于中国的蒜头混杂 因为过去啊 听得比较多的是混杂 从越南来的蒜头 那 这两天大概 在高雄关发生的事情 所指控的 是疑似 从泰国过来的蒜头 那你们实际查获的 件数啊 跟数量 到底有多少的 这一个 统计的结果 什么时候可以出来 报告委员 报告委员 我们查到104年有5件 就是大蒜 然后103年也是5件 那102年是7件 加起来的重量总共有多少 呃 大蒜总共大概有10万多公斤 104年 那 10万多公斤 所以是多少公盾 1公斤 1公斤 1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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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0噸 100噸 你们有查到100公斤 去年 104年 你确定吗 我们 喔对不起 那个统计是100 是103年 103年10万多公斤 没有关系啊 我等一下齁 再跟你们对数字 因为今天 报告委员示住 我们会后可以给委员知道 对啊 因为 我之所以会问这个事情齁 是 在 台湾的市场上面 大家在买算的时候 有时候问 是西班牙来的 是南美洲来的 台湾算 还有中国算 很少再提到东南亚的算 在算上 大家都觉得 也都知道 在市场上面有很多 所谓从东南亚的算 实际上面背后的原产地 是中国 在2010年的时候 媒体有报导 说中国算 輾转经由第三国闯关进口 所以算农 全部出来抗议 这个时候财政部啊 你们有发一个正式的说明出来 那说明啊 我念给你听喔 你们的说明啊 是说 与大陆大蒜特性相符的大蒜 均不得押款放行 以能有效确保 国内蒜农的权益 那为了防止大陆货品非法输入 财政部一向将大蒜的农术产品 列为重点查记项目 这个是你们自己 跟社会宣告的说 这是你们的重点查记项目 而且你们会认真的去查 但是在接下来这几年当中啊 从2010年 你大概 在不同的时期 从2011年 2012年 2014年 甚至到今年 前两天所发生的事情 不断的都有 中国的蒜头 斩转 借由第三地 跑到台湾来 这样的状况 那我为什么啊 会刚刚 对你的那个数字啊 我会有一点惊讶 那这个是我们政府所做的农业统计资料的查询 那你可以看得到 在104年的时候 从泰国这边过来的突然数字没了 那但是从越南这边 进来的总共有181公噸 刚刚我真的在问你的就是 这所谓181公噸啊 从越南来的蒜头 到底有多少是真的从越南来的 然后有多少是从中国辗转过来的 这个部分你们有查验吗 呃 报告委员 因为大蒜啦 假如来自于中国大陆的产地的话 是不准进口 这个我知道了 这个但是最重要的 我们来怎么执行的话 我想有 农委会有他的前者单位在负责 那海关组负责把关 假如这个可以进来的 我们就换钱 不能进来的就一定是默讀 那这个我了解啦 就全责单位 前者还是在农委会 对是农委会 但是第一线查契人员是你们嘛 对我们是管控了 但是该不该放行 农委会认为可以 我们就放 所以你们每一批进口进来的货物 都有农委会的人在那边验吗 对都要 我们扣下来西山要验 但是要农委会认定 这个假如是 我知道最后要由农委会去认定 但是我的意思是说 每一个进口进来的算 都有农委会的人 在那边去查验吗 对 每一批通通都有 有疑的 我们都请农委会来做 农粮小组 他们会去做鉴定 对那好 那我现在很简单啦 就是 今天的时间 你可能也没有办法 马上把数字告诉我 你们过去历年 几年 过去几年来 你们所认定有疑议的 而且请农委会 来看的 鉴数 跟数量 到底有多少 把那个统计数字 是不是会后可以提供给我 好 谢谢 这样子我才有办法 去掌握说 你们茶器的比例 到底是多少 就你们今天所提出来的 就是海关推动查验技术的现代化 事实上我是蛮肯定的 就是用现代化的查验技术 然后能够加速通关的速度 那同时也能够提高破获率 这个我是肯定 但是由这种X光的仪器 事实上你最多能够看到的就是说 他是不是他所说的那个商品 比如说大蒜是不是大蒜 还是在进口家具的时候 里面是不是有夹杂撕烟 这个用X光的技术是可以 但是如果涉及到有关于原产地上面的增值的话 用X光的技术是绝对不可能 可以判断的出来的 那这个下一步 马上就碰到我希望跟你们 沟通的数字就是说 你们在报告里面跟大家讲了说 你们经过X光货柜数总共查验了 过去这几年来总共查验了 五十四万七千多指货柜 但是在过去还没有使用这个仪器的时候 你们的按照你们的抽查率 实际所抽查的数字是什么 我大概骗查了你们整个财政部的Database 我没有办法找到这样子的数字 那我为什么会关心这个数字喔 就今天在你们给我们的气势件数当中 因为这个大概是从2009年到2010年 开始逐步采行X光查院的工作嘛 所以你跟大家show了这个数字 从大概4000件到5000件到5600件到7078件 你们希望借由这个数字来去正立说 你们借由现代型的查验技术 事实上的确有提高查货率 但是相对的你如果看在2009年以前的数字 2007年2008年 事实上查货的件数是6673件跟6289件 他查货的件数跟你们在施行之后 事实上看起来好像没有比较逊色啊 包括两种方式 一个X光的仪检查验 只要是看有没有细胞 里面说那个牧箱里面夹长毒品夹长香菇 这是X光的功能 那至于真正的查验就西山海关要验货 实际上看货 看它的产地 看它的货名 看它的规格 那功能是不一样的 那只要是X光仪检的话 那海关的话可以让业者一个柜大概拆柜怎么处理 大概要费用花8000块钱 那透过X光仪检查没有问题的话 那这个费用是可以节省 没有 我刚刚说过齁 就是你们透过X光现代型的仪器去查验 增加通关的速度 这个我都肯定 完全没有问题 那我相信 对于海关的人力他们的工作负担 也会有相当大的帮助 因为你说检查一纸货柜平均可以省六个小时嘛 那省的也包括了我们海关工作的人力 但是我要说的事情是喔 你们在进行查验的时候 不要只看节省了多少速度 我希望你们能够提升查验的密度 也就是说 我们花了这么多钱 用现代型的仪器 加速了整个查验的速度的时候 当你的总能力没有变的时候 那些多出来的人力 那些多出来的man power 就应该致力于放在 有关于查验的密度上 因为本来那些很耗人力很耗时间的工作 由机器所取代 那这个时候海关的工作人员 就应该切实的 不管在抽查的比例上 还是在查验的整个程序上面 能够提升查验的密度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才能够去正当化说 我们花了这么多的预算 买了这个先进的仪器 省下来的人力 事实上没有闲着 还会继续去做在其他货品查验的工作 这是我希望未来关税署 能够在一方面 我们支持你们 买现代型的仪器的同时 另外一方面 能够提升整个查验的密度 让我们在整个海关的 汽室作业当中 能够更有成效 我们很重要的就是强化他的查验能力 用高风险管控 然后强化他的命中力 好 谢谢部长 谢谢 接着我们请盧秀燕 盧委员咨询 盧委员咨询 盧委员请 像这样的国际场合 我们不能缺席 缺席的话 就少了发生的机会 那第二个嘛 在这个是一个国际上 接触的平台 所以跟一些各国的官员 都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见面 所以我想说很有意义 是 第一个呢 你说不能缺席 国际组织应该积极参加 第二个 因为我们官方的身份 像你是中华民国财政部长 有机会跟其他国家的外长 能够在一起 也不多 所以能够应该珍惜这样的机会 刚好 昨天这个自由时报登出 这个林权院长 准院长 他谈到亚投行 那他的看法 刚好有点相反 他昨天在接受访问的时候 特别谈到 就说 如果他对于参加亚投行 持保留态度 他认为呢 可能在这个 有关于我们申请的作业 或者是在名称上呢 可能会有政治损害 如果政治损害 大于经济利益 他认为参加亚投行 其实是中共的一个经济战略 对台湾有帮助 但是不是那么大 所以他认为说 如果政治损害 大于经济利益 换句话说 在名称问题上 或者是如果申请 是要由中共代为申请的话 那他认为那就不要参加 所以从他昨天接受访问 我们在这个议题上的表达 蛮明确的 看起来他不赞成参加亚投行 那我不晓得 你身为前财长 你身为这个财政部长 你又刚参加完亚投 亚营年会 那你会对他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因为你现在要卸任了 我想你可以讲真话 参加亚投行 过去我们的立场 一向都是说 要在尊严平等的条件下加入 所以名称很重要 如果名称会有伤害 我们也讲过 不一定要加入 过去也不断的声明过了 对 那中华台北呢 中华台北可以 全力是台北 那是我们的底线 对 可是现在养一年会 我们的名称是什么 我们台 是被改掉的 我们有抗议 就台北,China 对 那可是我们 年年抗议 年年参加 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是创始会员 我们不要亲眼退出了 那个名称 退出就没了 退出就没了 要加入就没了 那如果按照这样的逻辑的话 亚投行 如果连中华台北都不能参加 都觉得可能在政治上有所损害 那经济利益就不要了 那如果连中华台北 这样的名称都不太能接受 但是他现在可能不只是名称了 他是用第三条第三款 说没有主权的地区 要由中国代为申请 这一点我们大概就不能 那你担心 如果说以林权态度 连亚投行都不参加的话 那他会不要求 亚银联会有没有退出啊 那中国台北更伤害了 亚银是不应该退出了 上司会员不应该退出 是好 你今天提出了你说 亚银既然在里面 就是不要退出 其实这个改朝换代 另外就是巴拿马文件 这两天又披露更多了 包括一些国内很大的公司 包括甚至有关谷的台气店 台湾行情什么通通都有 那因为资料已经公告上网 那大家都可以查得到 那国人当然关心了 就是说这些公司有的是在 现在上次我请教过你 有的是在这个 借给佣人时代出去的 他不是为了避税 当时是不得已 那有的是 的确是为了逃避税付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个财政部 应该怎么样的作为呢 有我们国际财政司 现在在网站上在搜集资料 已经开始在看了 有有有 那搜集的资料 我们会来筛选 那像刚刚委员提到的 像台积电 如果历年缴税记录良好 他是诚实纳税人 那个就在风险很低的 就可以排除 因为国税级能力也有限 我们要找到风险大的 所以第一个 你们已经开始在看 是 第二个你们会做 风险评估的一个等级划分 没有错 如果是 譬如说我刚才讲 借给佣人时代的人 可能放后面一点 是 就不用优先查 没有错 但是你是在借给佣人政策 这个结束之后 已经开放两岸的 这个往来了 结果你还这样的出去设 那可能就要怀疑东西 这种是列为高风险 这是列为高风险 那第二个 还要对照他申报的这个 税负的进行 过去报税的记录 所以至少会有两个条件 是你现在可能比较关心 跟concent的 第一个就是他报税的时候 有没有报 他如果城市申报 他在海外有这种公司的话 可能你暂时不动他 第二个就是他的时间点 对不对 好 非常谢谢你 非常明确 第三个我要请教就是说 电子发票我们推动很多年 那现在可以对讲的 大概都跑到邮局去对了 小部分他可以透过这个超商 兑换等值的物品 但是绝大部分都是在邮局对 那这个邮局跟很多的民众反应 每一起大概都一万多张是怎么情形呢 就是说你这个电子发票 尤其是感热纸那种行的 那他跑到邮局去对 邮局就跟他讲说 他没有办法处理下趟再来换 为什么呢 邮局当场为什么没办法给他现金 他只要中200块 因为呢 他开出来的商家 他如果没有跟这个邮局 或跟这个财政部 或跟上官单位 他做一个link连线 会来登陆的话 那他这个邮局 他没有办法马上在电脑上看到 他就必须透过人工查阅的方式 去了解 诶 这个商家是不是有开出这张发票栏 每一期啊 大概有一万多张这种情形 那你知道增加邮局的人力不说 他必须要透过人工的方式去查 这有一万多张 到底是不是真的是这些商家开出来 更民众更气的是民众更气 为什么 他要查中个200块钱 中个1000块 中个200块 他要跑两趟 邮局告诉他说 我们必须要查 那查了以后才能告诉你 所以邮局呢 他查了以后可能下次你才有办法来理 这一万多个人啊 他跑两趟 常常必须跑两趟 那这个情形已经很久了 那到底要怎么解决呢 书主任了解这件事吗 我请书主任了解 谢谢 谢谢委员 这件事情事实上 上次媒体一登我们有去查过 那一万多笔不是每一期 而是这几年来累积了一万多笔 我想自从整个电子发票开立以后 我们每一张发票都有一个随机嘛 他本身有防伪 比传统二手营的防伪效果更好 他一扫直接就到我们平台直接去核对 有的话就马上给 那个刚才委员提到的 这个是非常少的个案 那这个我们已经有跟 少的话一个月一起有几千张啊 没有没有没有 一起大概不会超过三张 上次报的我们特别去查核 那一起总共有三张 是 那为什么会发生呢 他那个系统刚好那个分 邮局的一个连线有问题 他没有办法马上对出来 不然我们现在邮局 每一个邮局都有一个条马枪 直接就扫 直接就到后台 是邮局连线的问题吗 是邮局的问题吗 只有三张而已 只有三张 是邮局的问题 邮局连线的问题 邮局连线的问题 OK好 反正我会再去查 你知道我的个性蛮 这个会追根究底的 是 那你讲说 上次你讲健保局的问题 这次换邮局的问题 我会去了解 是 那反正你是副人市长嘛 还可以找得到 那所以好 部长 另外 旧车换新车 我们双方合作 那结果通过这个法案 绩效良好 是 到现在大概四五万台 在申报 那很多民众 因为忽然 效果很好 上次我们讲过 才三四个月 就已经超过 你们当初预估的这个数量 会来这个申报的数量 那所以 以至于你们有点卡关 所以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拨款 很多的这个车商 民众在想 到底什么时候可以拨款 我想拨款条件成就了 就立刻拨款 没有啦 现在都没拨到啊 都没拨到 所以大家都资金积压 在那个地方 民众没办法退税 然后很多的车商资金积压 因为很多车商已经先给民众了 先退给民众了 所以大概什么时候 我们同样说两个礼拜内就拨款 两个礼拜之内 很明确 是 只要积压的这三四万件吗 两个礼拜内通通会 现在还没退的有多少 还没退多少 他说三万多件都省完了 省完钱没给嘛 所以他 那时间暂停一下 时间暂停一下 去问一下 你们可以查一下吗 好我请他们查一下 三万多件他都省完了啦 那拨款哈 大概 大概就是每一笔申请进来 省完了 大概两个礼拜就可以拨款了 没有嘛 就是没有 所以才来陈勤嘛 就是一大堆 那个民众跟车商 好我们请付税署督导 对 事后告诉我 我待会告诉我 好 谢谢 最后一个啦 我们上个礼拜去看海关 这个礼拜去看海关 然后呢 今天又讨论海关 那在私下闲聊里面 那我们发现说 因为 我们关务同仁呢 他们常常会配合航班 必须晚上执行 值班 比如说啦 晚上货 尤其晚上货运 是最到 到最多的时间 因为利用旅客 旅客他比较疏散的时候 那通常货运会到 所以关务同仁呢 必须加班的在那边值班 这么验货 那人也是 晚上常常有些 红眼班机 那海关同仁也必须这样子 在这个 航空工 在机场或者在海港里面去查 查验等等 所以他们必须要有住宿的问题 因为有时候 验到两点多 他也没办法回家 你们就有准备检疫的宿舍 各地都有 那不过呢 这种检疫宿舍啊 常常被忽略 那么以至于呢 现在非常的破旧 非常破旧 上次不要哪一个国家 啊来参访 参观 那他们 他们有这种问题 所以他们要看我们的宿舍 听说啊 财政部啊 官务署吓死 拿不出一个宿舍 出来给他们看 只好千里迢迢 带到台中去看 带到台中去看啊 因为那个是比较新的 稍微给他们看 那但是呢 除了台中呢 其他各地的这个官务宿舍啊 就是休息的地方 通通没有整修 所以 部长 我觉得说 我们要马而好 也要马而吃草 他如果没有办法 好好休息地方 又漏水啦 里面又没胃啦 然后大家那个棉被又湿啊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怎么有办法好好休息 好好工作 有时候两点去睡 猴眼半季到 那他就顺便 有的五点再起来 再去验 早班的来 好 那所以这个东西 是不是应该要整体的 边运算处理一下 委员 我想您的看法跟我完全一样 我上个月的业务汇报 我就指示海关了 我说海关非常重要 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流动力太大 那要让流动力缩小 就是福利要增加 住宿的问题 交通的问题 跟加班费的问题 住宿的问题 我们指示他们 7月份 全面要改善完毕 所以我们再找预算 是 已经在找预算 7月份以前 我今天有提案 我今天有提案 全部整修完毕 7月以前会全部整 7月以前 非常好 部长 我还真舍不得你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们 有很多地方 我的建议 你都从善如流 譬如说有关于 这个反避税的 有关于这个查 巴拿马文件 那我觉得说 我们要查 可是也要注意到 它有的是 有理由在外面的 它不是为了避税 那我们用 借其用人的时间点 那譬如说 旧车换新车的 这个货物税的修正 又譬如说 像这个 刚才讲 这个宿舍的整修 我们都不约儿童 注意到这些问题 而且看法很累 委员这就是 就是一个同理心 我们讲的都是一个理 大家共同认为合理 所以委员的提案 是合理的 我们就接受了 以前你在任的时候 在任这四年 那因为我们 我必须要监督你 所以我的时候 没有很轻易的赞美你 因为呢 希望财政部 在你的率领之下 记忆求经 日益改进 可是下礼拜 你就要卸任了 那你做的这四年 我自己 因为我自己长期在 财委会 我证明你是一个 非常有为有手 认真做事的部长 那所以 虽然 你要卸任 我很舍不得 可是另外一方面 也要借这个机会 公开表扬你 让人家知道 你替国家 加税加了700多亿 那另外 但是有些地方 你该放的 你也放 有为有手 进退有据 非常的不容易 祝福你 谢谢委员 谢谢 接着我们请余婉如委员 委员咨询 岳元请 主席 各位同仁先进大早 可不可以请官务署署长上台 好 谢谢委员 好 苏长 谢谢 我看一下你们的报告 很肯定说 你们对这个 大型货运的这个把关跟用心 那这部分 我们当然是全力支持 那另外 我是想请教 就是说 因为现在我们其实面临 比较大的压力 是这种 电子商务快速通关的压力 那我们礼拜一去考察 发现这个 现场的困难 不少 那本席是听说 你们是要准备打造就是这个 电商物品入关检验平台 是不是可以请教这个署长 是不是可以稍微解释一下 这个平台的构想 以及现在目前的进度 以及这个 你们在实行上面 遇到的困难是什么 谢谢委员 那个跨境电商 主要是 这个网路购物的这一部分 那很多借着网路购物的部分 我们现在有了两个机制 一个是邮包进来 一个是快递进来 那邮购的部分 很多借着邮包或快递进来 那我们现在的机制是 只在处理整个邮包跟快递的货物 那 网购的这一部分 我们财政部在102年就一个 一个涉及到网路的一个平台的 这个处理 那也查到很多漏税的问题 但是最重要的 现在整个网路购物的 这个平台这一部分 包括金流 海关处理的物流 包括金流物流 资信流这部分 我们需要整理来 来把它建制起来 那这一部分我想 除了财政 不过还是夸部位的问题 我们 我想未来 应该新政府 会积极把这件事情做好 那就以最近大陆为例 大陆已经积极在处理 但是看到这几天的报纸 好像又做得又太快了 那所以他们又在刹车 我不晓得 但是我们会借着这个 欧美先进国家 对这个这方面的处理 我们来学习来改进 是 那对于说 这个现场实作的部分 我是真的觉得说 既然我们政府的公权力 让这个业者 能够进到这些理货区 或是这些参与我们 这个报官的流程 该提升的还是要提升 那希望说你们也能够 扮演一个辅导的角色 来帮助我们把官 这些邮包的 里面是不是有通过这些安检 避免说造成国安 食安 甚至非安的危机 那这以上是 谢谢这个署长 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 请署长先回座 对 谢谢 好 那接下来是不是可以请 这个食药署 还有这个农委会的代表上台 好 两位请上来 是 是 是 你们好 就是 这个报告里面有提到 说我们这个大型通关 很成功的查获了几件 是有关香菇的走私的案件 那事实上不只是这个大型的通关 甚至这种小型的走私也非常的频繁 因为这个香菇的利益非常的庞大 我今天早上才看到就是我的脸书上面 在那个大稻埕的朋友一直叫苦连天 因为大稻埕现在什么都不剩了 只剩下香菇香菇香菇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我查了一下过去的历史案件 你们在去年有提到就是说 尤其是这个松山机场 有这个旅客 个人攜带这个香菇 但事实上背后可能有人在就是收买 然后让这个香菇能够化林为整 进入到台湾的这些干货市场 那事实上去年也做出一些 这个跨部会的讨论跟才识 我想请问两位知道这件事 这件事吗 包委员这个案子我们知道 那时候有来询问我们農委会的意见 那因为这个是海关的这个权责 我们有跟海关来配合 就是说看怎么样来透过旅行社来劝导 然后来做一些跟旅客来做一些说明 那食药署这边呢 依照我们的规定 只要是旅客自行攜带一定公斤数以下 它自己使用是可以的 所以这个不会经过我们边境做查验 是 可是这样等于就是说你们开了一个漏洞 因为到现在这个问题还在发生嘛 那到底你们处理了没 听起来是没有进度嘛 是不是 因为我没有看到你们后续任何的相关的资料 跟指示怎么做 那那个困境在哪里 报告委员 这个可能还是要问全车器官 这个海关的这个目前的这些做法 所以说是这个也是官务署的问题吗 不是说那问题 但是因为海关这个攜带这个产品进口 比如说像刚刚委员垂巡的这个香菇 它就是一个人只能带一公斤 我知道只有一公斤啊 问题是我刚刚就讲的它是化铃为整 没错没错 确实有这种状况 有发现这种状况 而且这个相关的数字被查契的 这个公斤数还蛮高的 已经大量的流入到市面 对我国人的这些食安的问题 或者是香菇产业的冲击影响是很大的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请官务署的 署长不好意思 我们再确认一下 是 署长那请问一下 你们之后有继续follow这件事情吗 香菇就目前来讲 隆毁是管制进口 但是因为理科自用的部分 我们可以给予进来 一个理科可以带一公斤进来 那譬如在基门 我知道那你们的困境在哪里 我们 报告 我知道那个法规是可以带一公斤 法规是我们是农委会规定的 嗯 前者主管机关 农委会我们限量进口 自用的没有问题 那商销的不可以 那像是你们去年9月份 谈的事情有谈跟没谈吗 因为你们后续 还是没有办法去抓这件事情啊 这个走私还是继续啊 那这个大稻埕的香菇还是在卖 只是是不是台湾的 我们不知道吧 所以到底要怎么做 署长那这样子好不好 是不是可以 给你们大概两个礼拜的时间讨论一下 然后我们希望说这件事情有后续可以吗 是 好 那再麻烦另外两位 前者机关统会我们研究一下 跟委員报告 我们跨部会演你一下 是是是是 因为之前已经讨论过了 可是这没有后续喔 好那就麻烦你们先回座 那再请这个国贸局的代表上台 来国贸局 诶 有国贸局吗 今天有喔 国贸局 好 王主长来 王主长来 好来 是委员好 主长好 就是现在我们这个对外出口 已经打破了金融海啸的记录 是连15黑了 很快马上可能连16黑就要来了 那国贸局作为我们台湾很重要对外贸易的一个摇篮或推手 我想问主长你们清不清楚 为什么我们这个一直衰退的原因 我想这个如果依照了国际的情势来看的话 第一个当然就是中国大陆这个需求的减弱 还有整个国际情势就是在需求的部分比较减弱 所以我们以出口为导向的时候 这个出口就会减少 那所以针对这个这个部分 我们其实有一些比较精进的一些做法 就是说比如说在 刚刚有提到网路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台湾经贸网上面 对这个网路的部分有一些推广的部分 是 你们提到网路刚好就是讲得很好一个重点 那我们现在电子商务 遇到一些很大的一些瓶颈 那我想说这个电子商务的厂商 带他们去一些新兴的这个消费国 作为一个这个外贸来推广 其实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项目 我不知道说在国贸局有没有这样子的专案 有 对于电子商务的部分 其实我们是整个经济部在动员 有涉及到我们商业市的部分 所以在冒鞋最近也对于这个电子商务的推广 有一个着力的地方 是冒鞋在处理是不是 因为我在你们相关的报告里面没有看到你们着力的部分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主管单位不在你们这边 是在冒鞋 会跟冒鞋一起来合作 那如果委员需要这个部分的话 我以后可以提供给委员 好再麻烦就是送到我办公室 然后也尽快 好 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 我看了你们的一些数字 我们台湾出口规模较大的国家 像是中国、香港、美国、日本、新加坡 金额都在10亿美元以上 出现明显的衰退 那其他像菲律宾、法国 金额不高 那是不是你们有针对这些现象进一步了解 本席这样问的原因是真的想知道 而不说就是我今天用个大国际的趋势跟你讲 需求衰退 所以我们出口吗 到底我们台湾的竞争力在哪 我不知道你们清不清楚 其实我们在今年每一年 我们都会有一些重点市场的推广 就是说看这个国家的去年的情况 我们会做一些重点市场 那因为我现在我手上 我没有负责这个业务 我手上没有这样的一个重点市场的部分 比如说你提到的美国 其实像依照WTO的预测来讲 其实未来的市场 会是在开发中的国家 开发国家 以开发国家 比如说美国、欧盟这些 那以去年我们的统计数据来看 其实我们出口到 虽然美国跟欧盟的金额是下跌的 但是我们整个的占比是提高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出口 虽然大环境我们整个金额是下降 但是出口到美国、欧盟的占比是提高的 所以我们大概会跟着这个国际的趋势 因为我们的市业、金属工业 当然我很肯定这些中小企业的努力 或是对外贸易的能量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忽略了 我们台湾很重要的一个服务业贸易的部分 你们这部分有相关的政策跟推广吗 成效在哪里 不好意思 因为服务业我可能不是非常清楚 其实我们整个经济部的服务业 应该是在我们商业师这一块 但是因为贸易局主要是对货品贸易的一些推广的部分 当然服务业我们也是有 但是整个在经济部有一个对服务业的推广 所以你讲这个话实在是太表面了 国贸局 那事实上你在讲这话 其实就明显点出说 你们在做内部的沟通跟事权统一 分择这部分根本就没有做好联系 造成我们台湾的厂商有竞争的产业 没有办法被国际看到 那我希望说你们针对这部分 再来我办公室做一个比较完整的报告 我们是不是看怎么协调来协助 相关新兴的产业对外贸易的部分 针对服务业吗 对不起 服务业还有电子商务的部分好不好 服务贸易 好 我回去报告 谢谢 谢谢主席 那刚刚经济部的部分 余委员要的资料 记得在两周内要提供 好 接下来我们请奈事保委员之需 奈委员请 谢谢主席 主席 各位声音请请一下部长 部长请 委员早 部长你早 这个明天总辞嘛是 是 所以明天以后你就不来了 是 就毕业了 毕业了 毕业了 我看张善政院长 这个他等于毕业领前的感言 他也期许新政府 应该救经济 拼经济为先 不需要把没有生产力的克刚跟准行政议 积极在推动 他是对新政府的建议 因为他讲拼产业转型 比拼转型正义 对国人更有帮助 这一部分你要离开了 你要不要给新政府的财长 一个建言要不要 张院长的讲法是正确的 事实上民生为本 所以我们三民主义里面 民生主义也是第一个主义 所以我赞成以经济为优先 那我之所以问这样是说 他是对未来的新政府 主要是针对林权 那你针对未来的财长 当然现在是 我们未来的财长 就是现在的财政 对查务市长 所以应该对财政税都很熟悉 你要不要给他一些建言 因为你知道吗 因为我看到一些报道说 新政府准备来进行税改 要把你在推动的45%把它降低 因为他们这样讲 民理这么说 他说个人最高45% 企业最高只有17% 这个落差太大 他把这个降下来 然后移政税要增加 然后消费税可能要提高 这一部分你要不要也临走肯定一下 跟委员报告 我这几年推动的一些改革 许常务市长都有参与 理念都一致 所以我相信他的想法会是一致 但是我过去做的 大概就是在三大目标之间 做动态的调和 所以社会正义 经济发展跟永续 就财政健全 这三大目标之间在做动态的调整 我相信他也会跟追随着这个理念在做调整 是啊我刚刚提到的 他现在是你副手 当然你讲什么他做什么 但是520之后他就财政部长 他要定老板的话 一定的 院长有新的看法 这个新的看法已经出来了 已经大家看得到了 要把你45%是拿掉的 好不容易你推动了 对这么有钱 金济塔的少数极端的 多个5%他要拿掉了 他要把干掉 这个你要不要 不是那是他们的政策 任何人主政 都有他的执政的理念跟政策 我们要尊重 可是45%推动到现在才多久时间了 今年是第一年申报 五月份第一年申报 一年做一年然后就很快就要扯了 对啊我说 很快就要扯了 执政者有执政者的理想跟理念 我想我们都尊重他的想法 可是这是你努力推动的 马上一年都就没有了 这不是可惜吗 委员任何事情做过就好 曾经拥有就可以了 对就美好的仗打过就可以了 好像有一句话嘛 是 在乎曾经游泳 是 好 那么 你这一任四年 是 你觉得你最满意在哪些政策 最不满意在哪些政策 其实 很满意的就三个方向 一个就是财政健全 那得到国际之间的很好的正面评价 像德国贝特曼基金最近的三月份的 凭我们为国际展群指数第一名 所以这个财政健全方案我认为很好 第二个 45%那方面的吗 45% 它是财政健全方案里面的一个配套 一个配套 马上要被干掉 它是整套 马上要被干掉 它是整套 当然它会影响财政健全 第二个就是房地合一刻税 应该是百年来的税改 那个是一个大改革 我想那个也是非常好的 第三个就是 减证便民做很多了 像我们所得税申报的 还有现在观光客 退税的一化 5月1号才上路的 那健保卡加密码退税 所以在减证的方面 我们做得很好 一化的部分 你最觉得遗憾的什么 你有没有最遗憾的什么事 有没有 好像非常的感恩 没有遗憾 对 不会对才会恨 了无遗憾 这个你刚空去亚营回来 还是在抗议中 对不对 还是什么 抗议 抗议 那个是年年都在文字上都表达 表达抗议 有很奇怪吗 年年抗议年年去 这个名字感觉是抗议 是抗议假的 好不可以 每年抗议每年去 这个已经是 已经是routine的动作了 你知道从民国几年 我们被改成中国台北 民国九十二三年吧 民国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七十五年 被改为 这个中国台北 1989年就是民国七十八年 那时候财政部长 郭婉隆去 去大陆 参加亚营的年会 在北京 然后他就比他的手势 抗议中 那个是 郭氏动作 从那时候 每年去 每年量 中间我之所以提这个 这边大家都体会 我们当然对于中国大陆 打压我们的国际空间 我们是非常艳怒 非常痛恨 这也是要让中国大陆了解 即便他对台湾释出多大的经济利益 在国际空间不断打压的结果 就是台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从中反中 而且只要举着 从中反中 他就有票 这个中国大陆自己要去反省 可是我们要看的是 民进党在执政八年的过程当中 他最在意对外面抢的 最在意的主权 这个明明主权被矮化 中国台北 你们人的hopeless 没有做什么事 照样一样化乎乳 照样去抗议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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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知道 主权的处理 也没这么简单 在你要一方面维持主权 外面又要参与 我想这是朝野要共同面对的 民进党不太厉害了 八年执政八五年的 一点作为也没有 照样在中国台北的民意底下 去参加亚營 如果有本事就不要去啊 这么在乎主权 应该就不要去啊 看到中国台北 不应该去的啦 中华台北可以去 中国台北就不应该去啊 就像这次亚投行 你所决定的 你对外讲的 他上面就写中国台北 当然不能去啊 怎么可以去呢 是不是 那为什么民进党执政八年 照样去中国台北底下的亚營 所以 用国附近啦 更简单啦 真的自己当家就知道 没这么简单啦 最后一个问题啊 有人在批评你啊 有人文章批评你啊 说现在台湾的人家的 手的收入都不增 可是你的税收啊 每年增加很多 当然肯定啦 你税收增加很多啦 可是老百姓的收入没有增加你 拼命增加 他就引设到说 你会不会跟老百姓抽太多税 有这样的讲法 你怎么回答 我们抽的税 大概都是高所得高财产的 那中低小民的都是在减税 像我们提高薪资所得 特別扣除额 身心障碍特別扣除额 中小企业雇佣员工费用加成 等等都是中小的都减税 我们加税的都是在上层 你这一部分哪样都要讲得更清楚喔 因为有人在报章专门修理你这一点 这个社会自有公论啦 因为我不在其位啊 大概也讲话也不会有人听了 但是社会自有公论 好 再一个啊 这个 外界说啊 台湾的毒品价格比日本海国便宜 而且百分之九十的毒品是境外走私 外界认为海关的查信不利喔 海关要不要讲一下 我们的刚刚报告的讲 查到Ketamine非常多 那个可以有四千多万人吸食啊 三月初啊 宜蘭的警方查到外劳集体的买毒 負责的泰国移工表示 因为台湾的毒品便宜 而且容易取得 泰国根本不敢吸毒 因为被判死刑 台湾的刑度比较低 台湾的海关比较松 所以就来这里 来这里容易买到毒品 报告委员 我刚刚 那公司要不要来一下 双厨长来 但我要提哈 刚刚报告里面谈 台湾查获的毒品 有百分之六十是海关查获的 那其他单位也要查啦 检调也要查啦 对 报告委员 海关对查获毒品一向非常重视 那除了我们部长报告的 X光以前是历年来最大的一次 那我们整个查获的布线啊 包括空印包括海印 我想我们都很重视了 那我我刚才咨询的这一段都是媒体已经揭露的 我没有看到你们任何的新闻替自己讲话 但外界误以为 你们对他毒品的查气非常的松 那海关当然负责边境的管理 但是前者机关法务部的调查局 他主管机关 那我们整个配合 那刚刚部长报告了 整个X机有司法警察有布线的 是事成来自于这个调查局刑事警察局 但海关自己看物的这一部分 我们就自行查获的百分之六十 相当的努力了 我们对我们同仁应该非常肯定 好 谢谢 好 谢谢 好 谢谢 请回座 有请徐郭勇委员上台 好 主席各位同仁大家好 我们请部长 有请部长上台 徐文好 部长辛苦了 是 谢谢 这个今天本来是 不想排你的报告 但是有委员也希望说 你能够有始有终 是 所以大概在立法院里面 你可能是唯一的部长 有始有终的 谢谢 感谢 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要肯定你的敬业精神 谢谢 我们也必须要肯定庄部长你的 不过在这里 我想请教你 这个大家都讲说 刚刚 要减税 要让他们敢投资 对于到底应该来加税或减税 来提振 来提振这个经济 你个人的看法是什么 委员 跟委员报告 社会正义跟经济发展是冲突的 Tread off 你要倾向社会正义 经济发展会受影响 你要尽量发展 社会正义会受影响 那现在台湾的优先要在哪 所以我在做的时候 是社会正义的呼声最强的时候 国内所得分配不公平 居住正义不公平 所以我推动那些 那如果现在经济在衰迷 所以我们最近的政策 这一年来的政策 都在推动经济发展 所以我们推动很多的措施 都为了经济发展 所以你对于减税 如果以你现在的优先 平衡来讲的话 你对减税现在是 也持着正面的看法 我们认为经济这么低迷 重心应该放在经济发展 但是对社会正义的影响 要降到最低 好 那我了解你的理想 这个时候经济发展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减税如果可以促进经济发展 你是持肯定的 对 财政部这半年到一年的政策 大部分都倾向经济发展 好 那所以巴拿马文件 昨天又公布了一些 是 公布了三十几万份 其中有2900多家是台湾的 是 那对于海外避税 我记得你要 那是社会正义的一环 那现在对这部分 其实 那 对巴拿马文件最近 昨天公布的 你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在 收集正确的资讯 然后我们要分类 用按照风险的程度来分籍 因为 所以你虽然要离开了 但是你还是会叫他下面 有 事实上我们在财政部内部 本来就有一个反避税小组 那我们将来分类以后 就请国税局的同仁 加上查核人力 来分籍 好 那我另外也要 有一些也要提出来 跟你做一些探讨 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是 国际駭客 杀入台湾 遍年 然后诈骗锁定 其中 看这一段 国际上有个由中国及俄罗斯駭客 所组成的犯罪集团 专门駭入国家的央行总裁 跨国集团执行长 以及知名艺人的电脑里面 所以駭入的电脑 以伪装的身份 骗取对方 然后呢 转出动辄新台币数益的汇款 然后再转汇 转转 由台湾的车手 换成现金 攜带出国 刑事局已经证实这件事了 那幻国 犯罪集团 作为诈骗资金的转运战 那我们成功拦截了 这就是为什么多起 攜带超量现金闯关的原因 那我们再看下一张 那台湾会变成 诈骗集团洗钱的一个天堂 那 变连诈骗集团都利用台湾 譬如说 上海储蓄囊 中国信托 海外汇款没有上限的规定 那把欧美得手的巨款 汇入台湾 并行再转出去 我们再看下一件 另外呢 我们台湾机场 海关的检查工作 相对 跟其他国家比起来 因为我们都 比较人性化 比较信任 所以就比较宽松 所以发起了夹带 超额新台币出关的案件 那现在仪式跟集团有关 后来也经刑事警察局 證实了 我们再看下一页 所以 刑事警察局 对这些 还有金管会等等 他们希望能够做一个通盘的检讨 跟一个措施 那部长 虽然 您要离开了 不过 您对下面还是有一些影响 对这个报导 也就是提到了 你有什么看法 我想 诈骗跟洗钱 当然是非常全面性的 财政部的部分 应该要全力配合 特别是 官务署的部分 所以 大量夹杂的大量现金出去了 如果按照这个来讲的话 那可能就是 我们如果以蟑螂 蟑螂理论来讲 发现一只蟑螂 那里面还藏了六只 最少 那可能发现一只 可能藏了十只 所以换句话讲 我们的破案跟他成功的 他比例 他还是划得来 所以继续在闯 是 所以请官务署 看看 多收集资讯 然后 看看用什么样的机制 来加强查契 好 我们前 壮书长好不好 谢谢委員 那个新来币 期待出境 那有关旅客出境的部分 目前整个前则是 航警机在执行 那航警机 透过X光查到的话 会通知海关 海关会去处理 但是因为 那假如没有申报的话 现在整个处理的过程 因为 就是 存关 因为 没有申报 似乎 没有什么罚则 存关嘛 他没有损失耶 谢谢委员 这个要不要改一下法律 有这个机制 现在法务部已经在 洗钱房治法里面 要订定末日的规定了 正在要立法了 正在立法 对 如果修法行政院太慢的话 那可以提供给本院委员 先当参考 我们赶快把他直接出去 因为显然的 这个是没有风险的 因为他提出去 大不了存关 集体不出去而已 后面又继续了 如果十次给他 三次五次出去 他就大贪了 所以这一部分 我们希望能够加强 还有 我也请教部长 跟请教署长 在您的 这个报告里面有提到 说X光机 货柜 货柜的 X光机 说我们买了10部 这10部是什么时候买的啊 你的报告里面 写说是99年事半 99年事半 用到现在没有10年啊 那個 因为 整个通关的环节 有一个事半 我们90节那就买了 但是100年开始 就正式 以仪器 来替代部分的人工查验 所以是什么时候买的啊 2005年买的吗 一百年就 就开始实施了 对啊 一百年实施到现在 这个机器 到底使用年限是几年啊 那我们 原则上那个机器 大概十 十年的时效了 那目前因为 时间快到 我们一维因应 我们也在 行政院志望会 做报告了 那行政院的主席总组 原则上也支持 我们分年编列预算 支持你们 换这个 有有有有 有记录 会编列预算 所以我看你的报告里面提到说 十年了 可是看到你是99年事半 100年 才开始全面实施 那关教掌才用五年而已啊 不是 有一部分是美方送我们两部啊 那已经差不多十年了 那是更久了嘛 那是2001年就 对对 91的时候 他美方送给我们 所以 那使用年限到底几年啊 正确的使用年限 几年 使用年限就是 不是使用年 机器都可以用啊 只是你 有没有那个能力查到 这个是最重要 那 机器太老旧啊 但能力就减弱了 所以我们希望能更新嘛 编阶预算更新 要更新 我们支持你 我只是要把这个事情要做一个澄清 好 那我们的 接下来再继续来 那我记得在礼拜一 礼拜一去考察的时候 欸 署長 我有请教你嘛 对不对 这个我们快递 报单量明显的成长 再看下一张 但是营业税 税收却减少 那礼拜一到今天 虽然只有两天 原因查出来了吗 找到了吗 我记得那时候你们说要回去 礼拜一说要回去 了解一下啊 啊 接下来 啊 没 我们台北关也没有办法马上 还没 好 这个记得不要忘记 谢谢 谢谢 不要忘记 我们很想知道这些讯息 是 是 好 再来 另外呢 邮包 也就是跨境电商的问题 好 那我们 这个 我上次问过 所以我直接再看下一张 那在这里里面 勾计 我们周一考察的时候 有提到说 现在大部分的货品 大概七十几%都是用虚幻 那免验免文件 就出去了 那这个跟税收减少 会不会有关系呢 税收减少 当然 有点关联性 但是 因为有一些应该要磕税的 结果你七万就给他出去啦 但是很重要的 因为空运货要快 怎么安全 怎么便捷 我们在寒平之间 所以我们用高风险 管控来处理 那该查的就查 该放的就查 高风险你 举个几个高风险的 高风险 一个高税率的 一个来自危险地区的 这个厂商心意不良的 大概用这个数据 然后经常有违规的 我们会把它都有入案下来 然后进来的都会 会入案然后会查验 经常有违规是用人 还是用公司 用公司 用报官行公司 但是他如果多开几家公司呢 货物公司 货物的部分是公司 那离客 进入进来又离客 其实公司 多几家公司 公司的负责人 如果相关也是要 我们有发现到这个问题 其实在美国 我明白地告诉大家 跟你讲 美国对于Green Ticket 也就是类似我们C1 他的查核 是连人都在处理的 所以你如果 不同的报官行 但是如果 他们这些负责人 是有相关联性的话 他 不会给大家Green Ticket 那这部分你们有 谢谢 我们关务署 关务查集署 一个非常严密的 风险管控的 专家系统 专门每天都在 处理这方面的 通关的业务 那这部分 比较是 所以我希望你们说 要从这方面 中的 恒的联系 这一些公司之间 彼此 很可能都是 同一个家族开的 那 这个 这个公司如果 让你觉得信用良好 都是在C1 他等于是有Green Ticket 可以直接通关的话 他就会一直用这个 然后呢 他还会障眼的 一两件 给你在这边查的 所以我 这个是提醒你们注意 这个是在美国的 海关里面 作业的他们的一些 让你们了解一下 希望能够把 其他国家的 也拿来当借鉴 好 感谢您 部长辛苦了 谢谢您 好谢谢 谢谢 好 谢谢请回座 有请陈赖素美委员上台咨询 主席 我想请我们财政部 关税署署长 来庄署长请 署长长 好 我想请问一下 针对今年 三月份 桃园机场海关 一度发生 四十万件 包括 无人报关处理 针对这个部分 我想请 我们的那个 部分 说 说明一下 呃 报告委员 因为礼拜一委员 都有到我们的 自由贸易港区 那个快递会有看过啦 那我们就是海关要严格 把关要执行的 有一个理货的问题啦 那理货常常有一些漏洞 一些漏规 我们要建立 建立规范 建立制度 已经多年在做了 但是 那时可能因为先导不足 所以产生一些纷扰 但是我们 我们即时马上处理了 那货也都即时通关了 那货也都即时通关了 只是引爆这样的问题 那可以显现到 最大的问题就是 我们的快递货通关 确实要 真的就是 我们真的要好好检讨啦 因为涉及到 一个化整为零的问题 低价免税的问题 那目前我们总共 主要是针对防币的一个措施嘛 对不对 有 目前 有26家 那么 你当时这个措施 限制其中有一家 不能进入去整理包裹 所以有25家 产生这个问题 目前这项措施 已经停止实施了 应该 那一天即时就解决化解 因为我们你有火候规定 我们就让你可以进去理货嘛 那你不要到理货裡面 就一些违规的事情 我们海关都会强制来管制嘛 好 那 当时有没有 施行这项的新的措施 有没有 就是说 其中有弊病 所以呢 你26家当中 其中有一家 叫他不要进去 这25家 所以永远有一家在轮 那当时是造成他们的困扰 所以呢 我想请问一下 当时实施这项措施的时候 你们有没有跟工会 或者是业者去沟通 报告委员 那个 理货的整个应该 业者能不能进去理货 处理的问题 我想这是快递货很重要的一个措施 海关已经多年有这样规定了 哇 我们这一次4月份 只是重申这样的规定 但是 是业者可能 情细的反应 但是基本上 我们刚刚讲 我们当天就跟业者沟通 就完全解决了 你符合规定 就可以理货 这是没问题的 这是没问题 但是呢 你们实施这个措施 大概就是 20小时左右 不是 我是说 不准他理货的问题 没有讲清楚 所以业者有抗争 那你符合规定 那你现在有跟他们 现在没有了 已经都很清楚了 你符合规定就可以 那你符合规定就可以了 以后的措施是怎样 措施就符合 我们现在因为你 业者有理货的必要的话 你可以进去理货 那你要符合规定 要申请 要申请 恢复原来的部分 对对对 不是原来 我们就可以按照理货的规定 来处理 就没问题了 当时 当时会有这样子的情形 是哪一个单位 是你们财政部下令 还是 呃 官务署 还是哪一个部分 呃 报告委员 我们理货的规定 在台北关就有个规定 那我们主委分官 他很认真的 在重申这个规定 可能业者没有 很清楚 所以有一种情细的反应 等于是你们 呃 主委分官 就是没有跟业者嘛 是 那你们里面又说 里面要说 上述机关 你们呃 对于这个不妥事的那种疑虑 有没有 会再讨论 那你们现在有讨论出来 一个什么结果吗 呃我想 整个 因为我看你们的报章 呃 根据报章上面是 你们有发表嘛 呃 持续加强内部的流程 查身绩效的功能嘛 对 那我是想说 你们现在 呃还有 呃 针对这个部分防币的措施 你们做一个部分的一个 调整吗 呃 呃我想 海关一直在 精进整个通关的管理 那快递后 当然要快嘛 齁 那要快 但是我们在风险管控 在X光与简化 我们当然会 会很审慎来 官员在执行当会 很认真来做嘛 那 你们现在达成的公司就是 等于是就是恢复原来的 呃 基本上应该讲是 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问题 那就是现状 那我们把它把它处理的 跟作员跟业者 更强化沟通 解决问题嘛 因为货物 空运的货物每天都在通关啦 海关就是要 呃 持续来 好 其实刚刚讲了半天 你们是针对防币的措施嘛 本席想要询问另外一个案件 就是针对新北 那个地检署 在5月2号 依据贪污制罪条例 那图利罪起诉 我们台北关的一个职员 对此部分 你们那个 官务署这边的看法 呃我想 这个通关的问题 我们官员是案 我想他是个人的行为 他我的了解 好像是厂商送了一些 新鲜的遗货 大概是这样子 那被 当然这是官员要负责 但是我们 呃 不管联政署 是个人的问题 个人问题 所以跟你们 哦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机关当然要负责啊 我没有检讨 你讲一个个人的问题 不是他个人行为 个人行为 个人行为 所以你们针对你们的联政的部分 你们有做一个怎样的强化 强化 强化 哪一个人力对不起 正锋 正锋 对我们台北 以台北官为例 正锋是大概应该有 有五人左右吧 五人嘛 对有五个人嘛 总共多少人 你们还欠多少人 我问这个 没有没有 那个是海关的所有的人力 关正锋 七年的这一部分 那连政使派在台北关的正锋 是有五个人 哦 派在这边的有五个人 那你们自己本身的呢 一般通关的 我们台北关有一千多人 有一千多人 对对对 负责尤其里克的 你们的人力够吗 呃人力我们尽量精进 不过我们总是要 一个人要当几个人用嘛 没有办法 这是国家的 给我们的一个职权 我们当然要努力以赴啊 那我在看到你们上面的 简报上面写说 呃人力还不足嘛 是 所以我问你人力还差多少 还有另外一个 专业知识上代充实 哦谢谢 人力的部分 跟各位报告 我们跟委员报告 我们大概 一年招卡 一千 最近五年大概有 一千五百人 的新进人员 但是我们退列一千三百多人 所以 真正的五年下来 多了两百多人 那优量不断的在增加嘛 这是一个事实 那我们会 最重要的就是在官区里面 同仁要 不定情的专业信念 好 你里面 报告的那个文中说到 对于敏感性的职务 落实直期 轮調制度 我想请问一下 敏感性的职务有哪些 啊 目前我们 大家了解就是分辜啊 验货啊 是这两个大的工作嘛 因为直接第一线 看到这个货物的通关的 就是分辜验货 是比较敏感的 好 那另外呢 你讲的轮調制度 我想请教一下 在发生这个弊案之前 你们没有轮調制度吗 都有 我们大概一般正常 大概两三年 必要的会轮調 但是优秀的话 愿意留下来 我们先给它一段适当的时间 这是制度 海关的制度 会有这样的一个制度 那你们对于这个 轮調的制度有落实吗 有 会落实 会落实 在这之前你们有落实吗 应该这个是一个 常态性的一个制度啦 那一个 一个事物或什么东西 当然我们会 认真检讨 那我想请问一下 根据你们这个 就是说这个弊案 有没有 就是针对我们承办 农鱼生产产品 涉及弊案倍速 这个情形有没有 那你们针对这个 有没有采取 具体的一个改善措施 发生这个问题 我们就是因为官员 把这个要查的东西 告知了这个曝光 什么 我们这边已经要防止 不可以这样子 大概是泄密行为嘛 那公务员 基本上你违法 就是泄密是违法嘛 我们有强制海关同仁 应该要依法行政 遵守法律的规定 就单纯这样子而已 是 那没有比较更具体的吗 具体我想我们海关都 每个礼拜啊 每个月半个月 都在加强化 有关廉政的 包括专业职业的信念 我想都不定情的在训练 因为包括委员 最近五年新进的官员 刚刚讲一千五百多人 等于海关的将近三分之一 那这种新人要技术培养 所以我们对专业职能的信念 非常重视 专业职能的训练 所以你们已经有强化这个部分了 有有 因为就我所看到的就是说 我是担心你 就是对其他的很严格 对自己很宽敞 不会 因为我看到你们之前的那个 对于这些曝光业者 有没有 突然贸然这样子的实施 然后你们有发生弊病 你就视为其他的都 带着有色的眼镜看他们 怀疑每个都有问题 那你现在自己本身发生这个问题呢 你是不是也用同样的方法 来对付自己的一个那个呢 对我们所有有问题 我们都会深切检讨 我们精进 精进 精进 创新改进嘛 改革嘛 好 那另外就是我对于 那个 这个业务 本期还是非常关心 我想对于我们 第一个 您刚刚讲的 目前的正风的人力 还有专业知识的 还有他们的联能的一个 效能的一个提升 这也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部分 毕竟公务人员 就是要以清廉为自居 这个部分 我也希望说 看您在会后再给我一份报告 就是详细说明 你针对这一次的 有涉嫌这个 违法疏失的部分 泄密啦 或者是里面的 违反相关的法律的部分 给我们一份报告好吗 好 谢谢 好 谢谢委员 谢谢 好 接下来我们 请黄伟泽委员 黄伟泽委员 黄伟泽委员 黄伟泽委员不在 徐永明委员 徐永明委员 徐永明委员不在 徐政委员请 主席好 麻烦请主席 请张部长 部长 请 喂 部长好 部长早安 昨天发生蒜农这个部分 有关于海关的部分 那花莲县也是精致农业的大县 所以在这里 本席呼吁也请我们部里 还有海关的部分 责成我们的农业单位 一起共同来守护 这个国人农业方面的权益 农民的权益 那最基本在全国世界各地 我们的机场最重要的就是 CAQS的部分 这个海关还有我们证照的查验 以及检疫安全检查的部分 这是维护我们这个国门的四道关卡 那现在其实以目前花莲县来说 前几天就是发生了我们这个花莲机场 这个我们台营的部分 即将将撤柜 把那个我们汇队的部分 汇队部分撤掉 所以这个部分想请部长协助 因为以花莲机场来说 目前它也是一个国际机场 尤其台湾现在一年 有一千万的旅客到这个台湾来 当然到花莲 我们的这个旅客也有一千多万人 那在花莲的机场呢 目前呢我们的机场 可以看一下后面 我们机场的部分 这个从101年到103年 其实我们平均一年的这个 这个包机或定期航班 大概都有五千多次 这个架次 那从我们花莲到武汉 花莲到天津 花莲到昆明 以及今年暂且停歇的 我们的花莲青岛 花莲济南的部分 所以今年的航班的确是降低的 因为这个有很多的这个 不可言喻的这个问题 所以造成这个青岛和济南部分 暂时停飞 但是在汇队部分 兑换的部分 还是要持续来进行 因为毕竟还有这么多的旅客 是由透过飞机的场域 方式来进来的花莲 所以在这里 可不可以请我们部长来协助 让台湾的部分 可以长期性的 我想发展很重要 是观光大县 我想这个人数很多 我们立刻要求台湾来恢复 是 谢谢 那另外就是我们这个 推动一化退税的部分 这个有这个相亲建议 不要忘了区域发展的均衡 我们现在从这个5月1号开始 我们由中华电信提供了电子化退税的服务 这是属于小额退税的部分 那大额退税的部分 我们是2万4千元以上的大额退税 那知道现在我们除了机场以外 我们又增设了4家的百货公司 不晓得部长您知道吗 我想如果这4家百货公司符合条件 我想我们请中华电信来跟大家洽谈 因为大额退税需要能力跟成本 还要业者的配合 是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 因为已经全球都已经这个地球村了 而且国际的友人旅人都这么多 为了营造友善的服务 友善的环境 以及友善的旅游空间 真的是希望我们财政部 可以跟民间单位一起来这个合作 让我们退税机制更加的便利 也促进我们国内的这个金融 还有我们旅客来消费 另外在这个电子烟的管理的部分 具体管理的规划的部分 2014年我们WHO 这个全球已经超过460种 我们电子烟的品牌 那以台湾来说 它总个世界的总额是到30亿美元 那到2030年它又会增长了17倍 以国内来说我们的这个2014年 我们是2.1 今年攀升到我们的这个4.1 而且涨了两成 请问这个电子烟的管理 我不晓得财政部有什么的作为 电子烟 我们财政部是管烟酒 但是电子烟是不是属于烟 是 但是在 对 但是在我们现在有两种法 一个是我们这个要事法的 另外是我们烟害防治法的部分 在第14条是任何人不得已制造输入贩售这个部分 以及我们要事法是我们卫服的部分 那在这里是不是在我们电子烟这个茶器的部分 因为在海关茶器的部分 现在就是电子烟它以很多不同的形式 而且吸食电子烟的部分 它的年龄层有下降 而且它是用糖果或巧克力很多的形式 那在海关的茶器的部分 可能要在这里部分要加强一下 因为我们看看我们的这个PPT的最后一页 它的这个进口的这个项目是用五金的部分 可是呢 它却用五金来演示它做电子烟的这个进口 也被海关茶器 那不晓得在这个部分我们海关有什么作为 还是我们在这个财政部的部分 对于税的部分这边 是让电子烟成为这个烟品还是 应该是卫服部的药品 对 不是烟 现在在电子烟的部分有两个法 一个施食药署的部分 对 好就是刚才本行这个药室法的部分 如果含尼古丁 我们就是依照药品查验登记规定 如果不含尼古丁就是69条 但是以现在的这个电子烟的部分 电子烟液 大家都说没有尼古丁 可是只要你30毫升的话 就等同于两析200支的烟 所以在这里财政部 我想请教财政部 我们电子烟您是觉得是用药室法 还是用烟害防止法 我觉得是药室法 因为它不属于烟 虽然名称为烟 但它应该不是烟 它只是含有尼古丁的一种吸食的药品而已 所以您觉得在长期的管理部分 还是属于在我们的烟 烟有它烟的定义 那电子烟的取得我们跨国 那如果说是您说是药室法的话 那在海关的部分我们是不是可以加强查气呢 我们如何对电子烟的查气 报告我们电子烟 就卫福部目前把电子烟当做药品 那目前卫福部对电子烟都不准输入 所以海关不管理科或查到的话 基本上我们就是没入嘛 就是没入 是 那是不是本席呢 这个跟我们的吴志阳委员有提一个法 就是这个有修正烟害防治法的部分 将我们使用电子烟纳入吸烟的行为 将这个电子烟纳入正式的规范 如果是这个部分 请问您支持吗 卫福部代表 跟委员报告目前我们的管理的模式 是只要电子烟里面含有泥骨丁的成分 我们就是以药室法来管理 那如果没有检出有这个泥骨丁的成分 是以这个烟害防治法来管理 那目前我们跟海关的合作 他们在边境看到有这个电子烟的产品 就会送给我们检验 我们都会配合来检验 是 所以是不是我们这个财政部 和我们的这个卫福部 可以共同来规划 对于电子烟的这个部分的管理 是不是有一个共同的规范 否则一下又是药室法 有泥骨丁没有泥骨丁 然后又是烟害防治法 刚才有 刚才我们卫福部的长官有说过了 不过对于这个部分的管理 是不是两个部会可以一起来共同研议 否则强害我们孩子的这个身心灵很严重 我们全力配合卫福部全力来查气 是 董事长 董事长 今天是离情依依啊 是 可以说是五位杂成啊 充满在这个大会堂的一天啊 是 那一位部长 从明天开始啊 大概在这边就不用来接受咨询啊 是 那我想在临去秋波啦 呃 即将在立法院这边咨询啊 最后一次啊 我想要请教一下部长啊 一些这个心理化啦 是 因为离开了反正就是520交界以后就换人座了 所以部长在这个财政部啊 任期也不算短啊 大概总共是几年 差15天就满4年 4年喔 对 4年喔 那在这个4年的任期里面啊 你觉得 你自己觉得 有在 所有的这个财政改革方面啊 税务改革方面啊 你觉得 做的比较成功的 有几项 三项 或者做了以后 还是发现了一些问题 有没有可能喔 给点建议啊 在 未来新任的部长来的时候 能 提供一些方向 一些这个建议 三个方向我认为 还同仁非常努力 那各界也有感的 第一个就是财政健全 这个不仅是有感 而且是国际的评价很高 所以最近 德国贝特曼基金 还把我们评选为 转型指数第一名 所以这个财政健全就是一项 第二个是房地合一税 这个是很重要的改革啊 让 让我国的税制跟国际接轨 那也走上正轨 第三个就是 减证便民的部分 像我们所得税的申报 更加的简化了 扩脚平单不要寄送了 然后另外观光客 依化退税了 像减证便民部分也做了很多 那法规的合理化 当然也是减证便民的一环 是 谢谢 在这三点啊 我们的确看到了不少的成果 是 特别是努力部分 我看所有的同仁啊 包括 部长还有几位署长啊 大家都很用心啊 盡心在做 特别像海关的这个部分 在有限的人力资源之下 结果 要超出负荷量 因为观光客 每年不断的成长啊 结果人员啊 像这个编制方面啊 也都没有增加 所以事实上我每次啊 这进出国内大门 出国的时候 回来的时候 我都替这些同仁啊 感觉的好辛苦哦 就是 一一党百啊 甚至一一党千的这个心情啊 过年过节不能放假 的确是很努力 但是我们也希望说 人员的编制啊 缺的部分 能补食的部分 赶快 盡量的让他们补食啊 第二个 有关 刚刚讲说 这个 财政健全啊 财政健全 因为去年 税收也超增啊 大概是 一千多亿吧 一千八百多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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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年也是 税收超增大概 八百多亿左右 是 这个情况是 对整个国内的财政啊 改善很多啦 我们回想过去几年前 看到希腊破产 欧洲的四国 接连要出现状况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其实啊 台湾的财政情况 没有那么差啊 而且 台湾 中华民国是不会破产的啊 相较于其他 很多国外的国家 还有很沉重的外在 我们都没有嘛 是 所以这一点啊 我们是 给予肯定的 另外 讲到房地合一 的确在当初啊 在高房价 的这个情况之下 打房奏效 的确 整个房市啊 都有 趋缓 下降 下调的这个情况啊 但是 就这一点来说啊 好像有点力度啊 过于猛烈 当然不是只有财政部而已啦 还有央行啊 等等啊 还有 像地方政府 的房屋税等等啊 可以说是 所有的招数进出啊 结果造成 房地产啊 现在可以说 进入冰河期啊 冷冻 所有的成交啊 大概跟去年的同期 千年同期啊 少了大概八成左右 成交量急缩 外国人要到台湾来买房啊 他那个 成交的建数啊 也大概剩下以前 隆景的十分之一而已啊 所以 当然讲到 这个时机的问题啊 房地亦和一岁字 当初提出来 有他的这个阶段性的任务啊 但是 相较于现在 房市的人收收啊 打到谷底的情况啊 如果 如果 我们重新 现在这个情况来 做一个审视啊 房地合一啊 现在现阶段 有没有可能啊 给予冻结两年或是五年 等GDP 比如说成长到 5%以后 我们再来 重新来 来 这个 施行这个房地合一税制 有没有可能 冻结 或者是 被除呢 我原来目前的房地产啊 其实是在 价格的调试期间啊 供需 就买卖双方的 有落差 买方认为 它应该下调 卖方不愿意下调 所以如果 卖方愿意下调 这个 就会活络起来 所以是价格的问题 不是房地合一税的问题 房地合一税 只是说 过去建商 或者投机客 赚的所得 没有客到税 是 给它合理化而已 可是这个造成了很大的阴影 外资 却不前进 他买了台湾的房地产 可能赚的部分 可能就要客到百分之四十几的税 45的税 当初委员 您应该 如果记忆还好 当初是我们要预防入资来炒房 对 现在入资它已经 比如说 这块已经限制 不让它来了 那如果是美资 或者是日资 或者其他的地方 要来的 他没有意愿来 本来建树就不多 如果是盈利事业 没有问题 只是一般的自然人 来炒房的 那个要限制 事实上各国都有限制 像澳洲雪梨 也限制外资炒房 我们看到新任林全院长 他已经发出了一个 这个 意象 觉得 整个税制讨论起来 国内的税制 税负太重 是不是有可能 因为这样子 未来来调整 比如说房屋税 还有个人中所税 音乐税等等 这边 讲的这个几个税 有没有可能 下调的空间 委员大家看到的就是个别的税 整体我国税制又太轻 租税负担又全世界 差不多算是最低的 所以大家看到是个别的 这个又比香港轻 这个又比香港重 又比新加坡重 但是我们整体的税负担 又比香港轻 又比新加坡轻 但很明显的 我们可以看到 整个国内的经济成长 是衰退的 很明显看到 我们出口连数黑啊 黑黑黑 所以如果说 以税负的这个情况 来做适度的调整 或许啊 可以为我们的经济发展 找出另外一条路 事实上跟委员报告 经济衰退是一个普遍现象 不是只有台湾 所以那出口衰退 我们说15黑 新加坡也16黑 日本 南韩都一样 所以 这一个普遍现象 所以面对这样一个 很恶劣的环境 我们更应该知道变通 什么地方可以来改变 怎样的一个方法来做 弹性的这个试图的调整 让全世界还没调整的时候 他会青睐台湾这个 这个经济 或者是贸易 或者是发展的一个地方 比如说我们请Google 中心可以放到台湾 我们给他说服的节面 或者是脸书 或者是其他 我们也希望说这个 Apple 蘋果公司 他也许他的亚洲总部 可以设在我们这边 我想 我们可能要更多的方式 来循循善诱 让这些资金 让这些有发展前例的公司 可以更留台湾 来到台湾 另外刚刚部长讲到一个 简证便明啊 就是有关海关的部分 因为今天有提到今天这个问题 就是本席多次强调 我们进出海关 现在有进步了 但是感觉还是相当的紧张 你相较于去瑞士 相较于去新加坡 去香港 我看到这些观光客 大家都是面带微笑 没有丝毫的紧张的气氛 在台湾现在还是有这样一个 紧张的气氛 一个就是 攜带金额的限制 一万块的美金喔 部长觉得合理 有没有上调的空间 委员 刚刚我们官务署长报告过 这是中央银行的规定 对 好 那有没有机会 我们来跟中央银行来讨论 如果中央银行那边 他愿意来提高的话 海关愿不愿意 海关是执行单位 他们会来配合吗 他执行单位 对 他不是决策单位 本席觉得 比照其他现金的国家 起码应该到两万吧 两万或是两万多的美金 我想比较符合国情 你看你去欧洲 或者是 这个有小孩到美国念书等等 那虽然生活费等等都不值 当然你会说可以用信用卡 有些地方啊 台湾出去还不算很方便 也可以汇款 那只是现金的限制 也可以 要大耳的都可以汇款 这一点的部分 希望说还能充分来讨论一下 谢谢 谢谢 接下来我们请林俊宪委员 林俊宪委员 林俊宪委员 不在 王惠美委员 王惠美委员 不在 呂毅玲委员 呂毅玲委員 呂毅玲委員 不在 张立善委员 张立善委员 我們請鍾嘉賓委員,鍾委員請 謝謝主席與會的委員先進 列席的政府機關首長 大家早安 那麼仍然是有請張部長 部長請來 部長好 上午已經有立法院的同仁跟您請教過 包括巴拿馬文件這個事情 那當然都很清楚了 財政部知道目前有2906家 台灣在那邊設立 就是離岸公司 就是境外公司 那財政部剛剛聽起來 部長也是說你們人力有限 我們會篩選 會篩選 然後按照風險來分級 好 那我想請教一下 財政部是基於什麼樣的理由 要分撥人力去追查 這2906家台灣所 台灣公司所設的這個離岸公司 茶器逃漏稅是我們國稅局的職責 那這當然啦 對 那麼茶器這個逃漏稅 你認為初步啦 是 這個可能可以追回來的 或者可能造成的財政損失缺口 你有沒有大概做一個估算 過去我們在提所得稅法 反避稅條款的時候 有請學者估算 大概會追回80億 80億啊 對 那80億應該不是全部啦 就能追的啦 逃掉的人不多少 那逃掉的大概多少 這個黑洞有多大 存在國外的未分配益益 大概有5000多億吧 有5000多億 我印象中 那如果轉換成 2兆多 有2兆多 那轉換成應該繳的稅收的損失是多少 不是這樣轉換啦 不能轉換 因為有些沒有 他如果說沒有決議分配 就不需要繳國內的稅 是 所以不能這樣 那大概有沒有估計說 總額是這麼多 但是可能 初估可能沒有 有啊我們剛剛講的 請學者就估算 按照分配率 或者是相關的 大概就可以追回80億 那是追回80億 但是你追不到的 應該要繳的 因為我們都知道 可能潛在的損失 跟可實現收回來的 這是兩碼的事嘛 那這個潛在的損失大概是多少 這個也是要學者估算 但是你可以追回80億 表示這個潛在損失可能是上百億吧 應該是這樣吧 你不可能說損失100億 我就可以追回100億吧 不是說你追回80億 表示全部的損失都追回來了 這裡面有很多變數 有很多變數 對 那如果說這個潛在損失 初估下去是好幾百億 那國庫損失了這好幾百億 要找誰來填補 沒有 逃漏稅就是 他逃漏就是找他填補 其實齁 別人不能填補 有 壽星切記就要填補 因為國家的支出 就是要那麼多 這些支出不能從這些 這個資本利得來爭取的話 就要從薪資所得來徵收 那今天國家用這麼多錢 一定找你財政部債來想辦法 國家要支出五千億 你就要想辦法找出五千億的稅 那如果說有人 資本利得逃掉了兩百億 這不足的兩百億 你當然要找容易抽的稅啊 你要抽關稅還是貨物稅 還是金字所得稅 哪一種稅最不好逃 我了解文的意思 是了解了齁 所以今天我們很清楚嘛 美國為什麼大舉去查這個巴拿爾文件 因為美國總統也宣布啦 現在是M型化的社會 M型化的社會最可怕的 最讓我們擔憂的就是 中產階級的減少甚至消失 當社會只剩下非常有錢的人 跟非常窮的人 社會的中間的中產階級不見了之後 國家的基礎會動搖 但是我們知道目前以台灣來講 這中產階級大部分都是壽星階級 壽星階級如果要承擔 因為這些資本這些公司 資本利得的逃漏稅 所造成的國家財政的缺口 B的國家必須針對這些不能逃的肥羊 或者是受羊 繼續的扒他的皮 抽他的血 拿他的毛 那當然中產階級會消失的更快 你會不會覺得有這個隱憂 當然這就是社會公益的一環啦 是 那就是說今天呢 財政部不只在捍衛國家的稅收 某個程度上來講 這些離岸公司 所造成的國家稅收損失 為了避免轉嫁到壽星階級的身上 所以部長 你今天還互有一個很重要的任務 你要維護幫我們台灣的中產階級 不會那麼快的消失 你覺得這個使命是不是很重要 所得重分配社會公益 這財政部也是我們的職責之一啦 是 那之前呢 聽了幾位委員 你們在報告說 你們要分拨人力 來查這將近三千家公司 你覺得用公務人員來做這個事情 人力夠嗎 有動機嗎 查核我們有一定的機制 什麼機制呢 就是選樣查核 所以不會全面普查 我讓你了解 當然是抓大放小 挑可能性比較高的啦 但是你還是要耗費人力嘛 沒有錯一定的 那財政部面對這樣一次 一而再再而三的解密的文件 總是不能說 看一隻小孩生一隻小孩 看一隻小孩就怕錢 對對對 所以你還是要調補能力 有沒有比較根本的解決之道 財政部目前有沒有最側 當然也要給我們工具啦 所以我們提那個 所得稅法43條之3 就反避稅條款43條之4 那個就是要 法律要給我們授權 我們才能查核啦 除了法律之外 有沒有其他的幫助查逃漏稅的方法 比如說 我們都知道 在有些國家齁 類似像污染啊 像公害啦 都有檢舉獎金 現在 市面上 我們社會上有些檢舉達人 其實呢 檢舉達人 分攤掉很多公務人員 不必要的一些風險跟人力成本 其實檢舉獎金是一個考量 當然 我不曉得說 查契這個離岸公司 有沒有那種密報獎金 或者是說 有沒有方式去提高 減少我們人力的支出 就像檢查要查契犯罪 你要是有憲民提供憲報 比你大海撈針來的快嘛 財政部有沒有這樣的相關的機制 有我們有檢舉獎金 是怎麼樣的檢舉獎金 就是說檢舉了以後 如果查獲了 那個法碗 法碗裡面可以抽成給他 最高可以拿到 過去一年來 財政部發出多少這樣的獎金 有 五千萬 五千萬 那這五千萬的獎金發出去 稍微可以彌補我們 國庫多追回了多少稅款 有沒有做出一個 有 你們覺得划算嗎 有 幾倍 很多倍 很多倍 所以很值得 討論稅幾十億嘛 那法碗 有法碗的部分 再提拨一成 提拨一部分 錢給他 那你會不會覺得 這個檢舉機制是有效的 有效的 那要不要多幫 多多鼓勵 是 那請問一下這樣的檢舉 有包括到離岸公司嗎 目前 沒有分類 全部都可以 那過去的資料裡面 有沒有在你們之前 被檢舉的公司 現在為了逃避你們的檢舉 逃避你們的茶器 跑到這相近三千家的 離岸公司有沒有 這個就 還不知道 應該不可考啦 不可考 但是這三千家 如果你們開始 蹲對這種特質 設立境外公司 設立離岸公司的方式 去鼓勵這種檢舉 甚至提高到獎金額度 是不是可以減少我們 所以這一點可以當作重點 可以當作重點 所以你們願意說 未來 在明年度 如果能夠在預算上 在機制的設計上 因為目前顯然這個 離岸公司 他的獲利是非常高的 有那麼多的國家 包括政商、政藥 都去設置 表示說各國政府 所有像美國 這麼超級強權 能夠把資訊 全國的資訊 強迫在其他外國銀行提供 我相信財政部 你當然沒有能力管到 境外的外國銀行吧 沒有辦法 如果你是歐巴馬 就管得到 境外的美國人 美國政府是抓得到的 即使歐巴馬 美國也是很困難 也是很困難 對 所以既然我們公權力有困難 最好的方式 就是從內部來爆料 是鼓勵內部的方式來檢舉 國際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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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合作很重要 國際合作很重要 所以OECD覆義各國 要一起聯合反避稅 我這一次在亞銀年會報告 我也提這一點 我說國際之間的反避稅 要通力合作 不能一國單獨去做 那我想呢 今天在巴南門文件 引起新聞的記者 包括媒體的注意之後 我們還是要不斷的提醒 今天我們關心的 不只是這裡面的政商掛鉤 還是所曝露出來的一些貪污問題 我們關心的是中產階級的稅負 我們應該財政部 來維護這樣的社會公平爭議 你同意嗎 租稅正義是我們的職責 那就拜託您了 謝謝 接下來 李彥秀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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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彥秀委員不在 江永昌委員 請 好 謝謝主席 同時請財政部部長 官務署署長 跟石藥署 今天是副署長來 部長 署長還有石藥署 好 委員好 部長 請教一下 在財政部105年的重要施政 的報告當中 在官務的方面 有一個叫做 規劃整合邊境 這個管理機關的一個作業 這邊境整合到底包含哪些機關 喔 千審機關十幾個 十幾個 但是應該最主要有 最主要是國貿局 衛生衛福部 農委會 這些是大中 好 那當然應該這也包括說 嚴正署怎麼樣去 是是是 幫你們積查防閉了 是 我就先問石藥署有在 當我們從海關進口東西的時候 如果是藥品 他是怎麼樣一個查驗 怎麼樣一個放行 是不是用許可證就可以了 跟委員報告 藥品的這個要進口一定要有藥證 所以藥品跟食品在邊境的查驗是不一樣 這藥證在你們手上嗎 而且這個是事先申請對不對 對 那在海關那邊 他有沒有再做任何的一個查驗的動作 海關的查驗他們會跟我們碰檔 就是說我們事先 你要知道一件事 所以我今天問的就是這個整合作業 你們手上會這個許可證 他會附有他的訪單 以及他的外包裝的那些形式型態都有 海關手上有沒有 這個業者 海關手上有沒有 他會跟我們做碰檔 海關手上有沒有 那個這個是千審的問題 你們手上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這樣就可能會有個漏洞在那裡 當食藥署他知道 你們可能先知道說外國的這個藥品製造商 那台灣的這個廠商 去跟他申請要進來的時候 會去辦這個許可證 那相關的這些應該要查去的應該要查明的 包括他的包裝 包括他的相關的一些證明文件都含在內 你們手上有 但是他從海關進來的時候有沒有 就沒有再做任何一個手續啊 只要那張藥證有在的話 海關就放寫的啊 你們手上是沒有食藥署手上那些相關的一些文件 或是相關的一些書面 或是相關的這些包裝的一些圖示 沒有在你們手上啊 那我說這個顯然有漏洞 這在你們的整合作業當中 本席是沒有看到的 所以本席要在這邊啊 向你們建議 在這個方面要想辦法去突破 要做一個改善啊 因為我們講一件事情 我有跟食藥署藥啊 我發現你們在做於食品的這個查驗 每一個月大概幾萬件 那每一年大概幾十萬件 這個數量的統計跟分析這個是有的 看起來也有一定的一個績效 藥品沒有啊 你們給本席的一個報告跟說明 只有文字而已耶 就看不到 那我們每一年啊 每五年到現在總共發生一百多件進口為藥 我們這只有事先的一個申請許可 他這個防臂的機制齁 不夠的 在過關的時候 他是沒有查驗啊 我請食藥署先回答這個部分啊 難道都進來之後 你們再去市面上販售 然後去查說這個藥有問題 或是有人吃出來有問題 去跟你們檢舉了之後 到那一端你們才會去說 這個進口這個藥物是有問題 如果只有藥證 那麼他進來的時候包裝 海關手上也沒有 他很有可能裡面放的就不是 原本應該要放的這個藥物在裡面啊 這一點請回答本席 是 跟委員報告 藥品的上市前的審查 事前申請的嘛 對 事前申請要給許可證以後 使得製造跟輸入 所以他事前的申請的許可證非常的嚴謹 那等到上市以後 我們還有這個後市場的監測的機制 所以他跟食品在邊境的查驗 你只有事前申請跟後市場的一個檢測 就剛好過關的時候沒有 我就說那一張許可證是真的 可是裡面包裝的藥品是假的啊 所以才會有違藥進口到台灣啊 五年有一百多折啊 這是新聞查到的啦 但你們給我的報告 還沒有提供給本席這樣的一個資料 我希望你們的這個 邊境整合的這個作業 本來在財政部105年 你們就有寫了要這樣做 那這個部分我覺得還有漏洞 還要去把它整合好了 我相信這個部分繼續努力了 那我也在這邊跟財政部 跟官務署這邊來講一件事情 未來啦齁 你們的這個近期計畫 就是說快遞的貨品 也要比照郵包 每個月這個 3000塊以下本來是免稅嘛 但是每個月不超過兩次 半年不超過六次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 還是然然會給予免稅 否則就要課稅 我講一件事情啦 雷神巧克力曾經很夯嘛 那以巧克力而言 是多少要課稅 巧克力 有多少免稅 好我講的比較細啦 六公斤以下 或是價值兩萬塊 結果當你們宣佈採取這樣一個措施的時候 大家就化整為零嘛 分給這個親朋好友 大家就每個人帶一點進來 我說你今天這個快遞 你思考的齁 有這個策略但是不夠詳盡啦 我講齁 巧克力如果要課稅的話 他如果超過六公斤 或是價值兩萬塊以上的話 關稅是多少 10%嘛 啊營業稅15% 加起來15% 你以3000塊本來這個免稅 如果有一個人啊 他找十幾個親友 然後呢 他就是快遞進來有沒有 十幾樣的一個產品 那3000塊有15%的一個稅 這樣就是450塊啊 如果一年十次 那就四萬多塊啦 四千多塊啦 如果再加上十幾萬的產品 就四萬多塊了 所以如果有人用人頭這樣去充斥的話 你仍然有沒有 他光是分紅 甚至有的人在做這個啊 這個足夠去買一個日本來回一個機票 當作對親友的一個回饋啊 是每個人頭都進來啦 我覺得你近期所要推出的這個 有關於快遞3000塊以下免稅 但是同一人同一貨品的時候 你要做一個管制 但是還不夠詳細 還不夠確實能夠做到控管啊 是不是可以做說明一下 應該還可以再想更好一點的一個策略啦 謝謝委員 我想因為在油包進來 或者是這個快遞進來 有些大部分是自用為原則的話 我們都比較關 我今天就跟你講 我剛剛舉了 巧克力 雷神巧克力而已 他就化整為零啊 基本上有化整為零 我們就基本上就 這個快遞進來 我們都X光過例嘛 然後成的家長查記 你們現在比到油包是同一人 同一樣的一個物品齁 我希望這個 還可以再更詳加的去想清楚 看怎麼做比較好 了解本席意思 所以我知道謝謝 那我再救教於這個財政部長齁 臉書他跟台灣登記 是他在台灣的公司登記 還是臉書的愛爾蘭總公司 在台灣做虛擬的營業登記 這兩個是哪一個 這個可能我們請突然查一下 因為你們每次都講說 臉書來台灣登記 因為他有繳稅 他在台灣有登記有繳稅 好 如果部長這樣講 然後本席就請教 台灣的這個商務 他透過臉書 他下廣告 他是付會給愛爾蘭總公司 還是付給台灣的公司 委員你問到這個個案這麼細 這是重點啊 對這麼細 我可能要再 就要好好了解 你可以了解清楚 但是我唸給你聽 這是臉書上面的規範 他說如果你是 美國跟加拿大的一個居民 那他的公司業務的場所 跟他簽約就是美國跟加拿大 非美國跟加拿大的 所有的包括台灣 他這個廣告下單的一個協議 就會是跟愛爾蘭的有限公司 愛爾蘭的總公司 所以你今天說他來登記 那本席就問你 他到底是在台灣的公司登記 還是愛爾蘭 因為付這個廣告費 或是說 根據這個勞務或相關的 你是想辦法去科他的營業稅 但是你科的到底是 這個費用付出去的這個總金額 還是他愛爾蘭總公司 因為要操作嘛 在平台上要把這個廣告放進來 是給台灣的公司來執行 那愛爾蘭他會付給台灣的一個公司 一筆執行費 你到底科的是哪一個 報告委員 您今天的執選很好 我想付稅署同仁在這裡 回去瞭解 看看他繳的稅 看他應該要繳的稅 有沒有差距 因為很有可能 你從金管會那邊去掌握金流 是會有出現問題的 那所以可能你會 課稅會課錯 所以最好 我是說台灣的公司 在台灣要登記 我說臉書的 他的愛爾蘭的總公司 也應該要在台灣 做你所說的 這個虛擬的營業登記 他本期還要再向這個 部長來提出 今天食藥署剛好也在 我問一下 可以透過臉書 食藥署有來 食藥署也在 食藥署來 謝謝主席 隨便去臉書抓一抓 這裡就兩篇下來 一個賣隱形眼鏡 另外一個是說賣紅茶 我這紅茶太厲害了 他說可以刺激大腦皮質 興奮中樞神經促進提神 還可以指這個 心臟強化心薄 快速血液循環 還可以加速 這個新陳代謝 排除體內的廢物 這種東西能賣嗎 跟委員報告 這明顯這個涉及 誇大不實還有療效 我們會立即去機場 請問你們有辦法 因為台灣是民主自由法治的國家 你們能夠進入到 臉書的這個資訊流去 還是等到人家檢舉的時候 你們才有辦法做 我們會用關鍵字去搜尋 搜尋到有這種涉及療效的 我們就會主動去 但是你們過去查辦了多少 這個是境內電商不斷的 向你們反映的一個事情 顯然國內在這一方面 就是說你們的權限也很有限 也僅只是透過關鍵字 那個其實也查不到什麼東西 所以說這一方面我覺得 誰要去努力 但是齁 除了這個以外 回頭問一下財政部 請給我一點點時間 這些東西 到底有沒有在台灣報稅 你不要去抓那一條 就是說八萬塊 就個人自營商有沒有 超過八萬塊的每個月營業額 才要報稅 如果一個月只有八萬塊的一個營業額 他養自己都養不活 因為他可能賺的這個利潤很有限 所以我不認為他的利潤那麼低 所以一定都是超過的 那財政部其實你也沒有辦法說 能夠去看到他網路裡面的一些 資訊的相關的東西 那最後在這邊齁 因為內閣要總辭了 那我相信部長的一個能力 那個張三政院長我在總辭詢問過他 他說不只是政績報告 要做深度交接 就好的經驗跟不好的經驗 都要告訴下一任政府 那剛剛本學所質詢的 希望我們的部長 能夠對下一任的政府 跟他講說 你做案例成功的地方 你做施政成功的地方 跟不成功的地方 都能夠讓大家為台灣繼續加油 謝謝委員 剛剛像臉書的 還有這個食品 這些問題 我想同仁都在這裡 請他們好好注意一下 好不好 感謝委員 謝謝 謝謝 接下來 廢宏泰委員 請廢宏泰委員 請廢宏泰委員 營養 沒秘客 都行 你可以是 的 你 我看以後大概也很難跟你去比了 因為當然你很勇敢 這個對國家稅收增加很多 很多中產階級的人對你是肯定的 因為你加了很多的稅 從公平正義的角度上來看 當然很多有錢的人聽到 我聽到很討厭你 因為你增加他們很多的稅 舉例像股票主機對你很不爽 你把兩歲合一給他減半 但是基本上日後都會有評價 基本上我對你的努力是非常的肯定的 我要在你借這個機會 感謝委員四年的支持 沒有您的支持 這些案子都不會通過 這樣講對我當然是誇獎的 但是人也會來罵我 謝謝 謝謝 不管怎麼樣 凡走下必留下痕跡 是 你對國庫的貢獻 對租稅的改革 這一方面 我相信在歷史上會留下一筆 謝謝 之所以請阮署長上來 剛才我聽到曾明中委員 談到張穎 我就趕快調了一些資料來看 這個根據張穎 我們看到大股東裡面 龍眼的董事長李世聰 他們的持股已經超過10%對不對 是不是 跟委員報告 目前是還沒有超過10% 大概是多少 應該9點幾 9點幾 將近10 我們這個用比較好記的 而且他曾經希望他要增加持股到15% 當時金管會 我所瞭解金管會 這個在考慮 但是聽說你們財政部沒有意見 這個剛才我也請教了一下我們曾委員 當時他是當金管會的主委 他確實也有這樣子的事情 我倒是覺得 國庫主要有態度 因為龍眼如果增加到15% 他跟另外一個大股東合起來 無人可以擋得住了 我想請教一下你們對龍眼的了解的程度 我可不可以請教一下他的資金是怎麼來的 龍眼的資金怎麼來的 據他跟我們講 他是說都是自有資金 都怎麼樣 都自有的資金 確定嗎 因為我們沒辦法去查 這個不是沒辦法 這個就是你們要跟金管會那邊 要去努力的地方 我不知道龍眼有他的資金 有沒有是賣零股塔來的 預售零股塔 如果說你買馬上就擺在那裡 已經賣斷的那沒有問題 如果是預售的話 那個錢很多錢從邏輯上來 那就不是屬於他的喔 就好像銀行的存款 他的資產也是負債喔 我們對銀行是有管理的 對龍眼如果類似這樣子賣零股塔 賣未來零股塔 這個資金我們是沒有立法來管理的 我倒是最近想要來做這個研究 如果說他的資金是來自於他公司賣未來零股塔的話 這個錢就好像是銀行的西州的存款 他是屬於社會大眾的喔 他的資產也是負債喔 是不是這樣子 我不知道 部長先來表示一點你的看法 委員的看法是正確的 因為 就像剛剛阮署長講的 沒有辦法去查他資金啦 因為他剛剛講 龍眼是賣零股塔的啦 有現貨也有期貨 所以阮署長不能講沒有辦法查 沒有辦法查會讓人家隱身一條 你是不是你們是 財政部在5月20號以後 就拱手把張銀讓給人家了 這會讓人家懷疑喔 這個是合理的推測喔 所以你不能說你沒有辦法去查 必須得查 你要告訴新的部長 你要去告訴新的行政院長 必須得查 對不對 如果他的立法委員提出了質疑 你要回答我喔 你不能兩走一攤說 不知道 不知道不是理由喔 今天當然是第一次請教你 我對你非常的客氣 第二次就不是這樣子囉 講明白囉 第二次我再問你告訴我不知道 那我就對你不客氣囉 好不好 署長 給你一個功課 如果說他是賣未來零股塔的塔位 那個這個資金就不屬於自由資金喔 跟委員報告 如果是賣那個生前契約 那種是他一定要 依照規定他一定要是辦信託的 那一部分是不能夠 所以你要去查清楚 你要去查清楚 辦信託的這個部分到底有多少嘛 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知道 這個農業人他是在經營什麼行業嘛 殯葬業賣未來生命契約賣零股塔 那個資金是很可觀懂 是不是 我是覺得如果說是這樣子 政府放縱是應該被管制的 而不去管制 這個是你們是實質的喔 財政部也許你沒有辦法去查 你可以去協調金管會啊 你可以去協調內政部啊 你必須得拿出這個資料給你看啊 是不是這樣子 給你一個方向 好 那個主席請塑造先回 可不可以幫我多請一位 諮詢中心的蘇主任 來 諮詢中心蘇主任 蘇主任先恭喜你 要容認新職也是要職 其實我對你這幾年是非常的肯定 你對推動這個發票的電子化 電子發票 對於資訊中心的各種的這個 資訊化的推動啊 我想張部長現在是你長官 這個日後大家退休以後啊 就看你在舞台上表演 其實這個部分 我是我個人 因為長期待財委會 我也一直推動我們報稅的解憶 報稅的解憶啊 這個必須得靠你們 你們去完成 這個我們舉例這個四傳表 完成像我們這個用健保卡 可以變成跟自然人憑證一樣的功能 你們電子化 那個這個 統一發票的電子化 取代了非常非常多的人力 我今天想要簽請教 在我們食安法裡面 當時我在當國民黨團的 政策位執行長的時候 我們在修食安法的時候 我問過你們 所以因此我在食安法裡面 強制 因為我對電子化 電子發票 我那麼多年來 持續的要求建議 你們做得很好 所以在食安法裡面 就強制入法 當時衛福部雖然是反對 可是碰到那麼嚴重的食安的問題 我們把它入法了 可不可以跟我講一下 你馬上要離開這個職務 我們在食安法裡面 把電子發票強制入法 現在進行的程度是怎麼樣 好 謝謝委員 說真的 剛才委員提到那幾件事情 真的如果沒有委員的話 根本做不到 不管在報稅服務還有食安管理法 第九條跟四十七 四十八條都有罰則的部分 我想這對整個國家的 那個人民的一個實用安全 非常的重要 目前 所有的這一些 經過衛福部公告的 已經有大概三千多家都已經 採用電子發票 尤其奶粉大眾物質的部分 都已經足利開替電子發票 這個對國民的健康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建議你即將要做職務的交接 在職務的交接 我不知道下一任的財運 這個資訊中心的主任是誰的 要持續的把這件事情落實完成 也許在座的各位也不太了解 有的人不太了解 這個是我們當食安問題發生了以後 不是到倉庫去找 不是我們的什麼海關派人到處去找 農委會或者是衛福部派主任去找 日後直接在資訊中心 在Terminal前面 我就可以一路追蹤下去了 我想這個對國人的健康 對政府的效益 這個是影響非常的深遠 麻煩你告訴接任的那一位主任 這個事情要變成重點中的重點 這個至少我會每次都去請教他 他的進度是什麼樣 因為攸關國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個政策 我想對你這幾年的努力啊 表示肯定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我們今天登記發言的委員軍旅達詢完畢 那我們做以下決定 1 報告集達詢完畢 2 委員 徐正衛寧提書面的補充資料 我們列入紀錄 刊登公報 並請財政部用書面答覆 3 委員質詢如果未及答覆的部分 我們請財政部跟相關的部會 在一週內以書面答覆 4 委員質詢中要求提供之相關資料 我們也請在期限內送交各相關委員 那我們現在來處理臨時提案 有兩岸我們請議事人員主案宣讀 第一案有建於海關宿舍破舊 年久未修盛傳因年度維護預算微薄 而要求住宿官員自掏腰包修繕 防射破舊不僅造成同仁未能充分休息 影響赤日執勤績效 墨許住宿官員私費修繕來管理國有資產之作法 亦有意味妥適 原此要求財政部應通盤檢討所屬各單位宿舍 考量實際居住情形亦以必要 整修提案人委員盧秀燕連署人 委員曾明中費洪泰奴明財等委員 第二案有建於熱感應 熱感應子電子發票系透過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平台的驗證 方可確認中獎資訊 為一般商家若未如實向電子平台登記資料或是誤傳 甚至同組號碼重複傳送 將造成民眾中獎卻無法退換 以郵局為例 錯誤發票每月平均上萬張 迫使郵局不得不增加人力足以與財政部核實 令民眾也常必須跑兩趟才可對獎十分不便 有鑑於此 要求財政部應於一個月內檢討電子發票退獎實務 並完成改進 以免繼續勞民傷財並造成民眾困擾 提案人委員盧秀燕連署人委員費洪泰 曾明中羅明財等委員宣讀完畢 好 我們請問各位委員 我們的第一案有關我們海關宿舍 這應該沒有意見吧 沒有意見那我們就招案通過 有意見嗎 蛤 這是檢討案 檢討案 各單位改為海關 各單位改為海關 有沒有意見 好 那我們就按照部長的意見 各單位把它改為海關 各位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 那我們做文字修正 好 那第二案剛剛有跟盧秀委員 有跟他提到我們的倒數第三囊 他提到說族一與財政部核實 那是不是改為核對 會比較清楚一點 那這個應該沒有意見吧 不是上萬張 好 那就改為文字修正 改為盛多 好 那沒有意見喔 那是不是要在 這是官務署還是海關宿舍 這是官務署還是海關宿舍 官務署的宿舍還是海關宿舍 海關 海關 確定喔 好 確定 那就好 海關 那我們再把文字修正再唸一遍 先賭協商 臨時提案 修正如下 第一案 倒數 第二行 各單位宿舍 修正為海關宿舍 第二案 第二案 倒數第三行 一位平均三萬張 改為 趁多 改為趁多 其以招案通過 另外 記中 何時改為核對 其以招案通過 先讀完畢 好 各位委員 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那我們就照案通過 那本次會議議程 全部進行完畢 好 我們修正通過 那議程全部完畢 我們來宣布上會 謝謝 好 部長辛苦喔 辛苦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不容易見面 不會啦 他就住了 辛苦 好 恭喜喔 謝謝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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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謝謝 大家辛苦 辛苦 辛苦 大家辛苦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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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 謝謝 movimento 謝謝 感谢观看